第2161章诸天气血 神佛闭幕 而看到这一幕 战场上剩余的强者们也已经知道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了 只见他们沉默无言地 汇聚到诸葛藏等人身后 诸葛藏淡淡道 事已至此 我等已经无话可说 若有退缩者 现在可自行离去 其余的跟我来 说着 他便飞身而起 而剩下的众人 则没有一个退缩的 全都紧随其后地一起往天空飞去 似乎是察觉到了这一幕 诸葛藏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看来人族 没有孬种 轰 他们的加入 令战事变得越发激烈 但即便是普通人这时候也可以看得出 战场的形势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 因为这些邪物几乎是杀之不尽的 更何况其中还掺杂着许许多多 拥有诡异能力的高等邪物 地球之上 气氛变得极度压抑 想想和念念 早已经哭红了双眼 几次要去战场找爸爸和妈妈 都被泪流满面的胖姨给拉住了 正在这时 范梦雪带着安颜回来了 然后将她放在了老谢饭店的椅子之上 妈妈 两个小丫头冲上前来 却发现此刻的安颜根本无法动弹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对我们的妈妈做了什么 想想木道 范梦雪逼声道 放心 我只是将她暂时控制住了而已 三个小时之后 封印自动就会解开 说着 她冲着胖姨惨然一笑 胖姨 麻烦你现在带着严姐姐和两个小丫头 赶紧离开这里 越快越好 然后她又掏出了一枚玉佩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们隐藏气息 到时候应该可以帮助你们躲开邪屋的搜索 说吧 范梦雪长生而起 重新往战场飞去 而就在她走之后 被困坐在椅子上的安颜 眼角躺落了一滴血味 胖姨手握玉佩 本来气不成声的她 这时却逐渐现出坚毅之色 墨地 她转身从厨房里拿出一柄菜刀 装进了包里 然后背起安颜 牵着两个小丫头 我们走 而与此同时的中都之中 郑国大将按下了一枚按钮 轰 请客间 神州大地的各大军事基地 以及某些山川河舰之中 开始献出一枚枚巨型导弹的身影 正式特制的核弹 若是防线失守 邪物入侵的话 那也将是地球最后的威慑 做完这一切后的郑国大将 忽然苍老了许多 一个量枪险些倒闭 将军 一旁的参谋立即冲上前来 想要搀扶 郑国大将却轻轻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然后轻声道 打开军火库 向民间散发武器 然后通知所有军队 准备最后的死战 参谋红了眼眶 然后点了点头 是 就在整个地球都已经做好了最后准备之时 战场之上 也出现了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幕 只见以弥勒和月级为首的佛修们在战场最前沿做成了一排 每个人的脑后都现出最为璀璨的光轮 这些金光彼此相连 最终构成了一道金光长城 邪物冲击而下 这些金光窥然不动 给了众人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可众人却全都有些默然 因为谁都知道 这些佛修此刻的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和尚 疯了不成 胡环有些面色苍白地说道 理不懂 这是他们的信仰啊 类景形淡淡道 正在这时 夜已现出了本体原形的九头蛇 朝着金光便冲击而来 轰隆隆 一声俱响之后 本来窥然不动的金光长城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痕 快快撤退 胡环剑撞不禁大喊起来 可被震得东倒西歪的众佛修 却像是没听到一样 反而一个个站起身来 往前冲去 一名周身金光闪烁的佛修 终于冲到了这只九头蛇进前 九头蛇宁笑一声 我最讨厌秃驴了 给我去死 说着 一条蛇尾便抽了过来 可他的攻击刚制半途 这名佛修身上的金光 突然开始急剧增长 并于刹那间爆炸开来 自爆惊深 有人惊呼失声 这爆炸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乃至于将这只九头蛇的半个蛇头都给炸碎了 九头蛇不禁恼羞成怒 阿阿居然赶上到本大人 全都去死 但就在这时 令所有人为之震动的一幕出现了 但见一名名佛修其其冲到九头蛇进前 然后便一个接一个的自爆开来 看着那一道道如烟花般炸开的金光 哪怕是最为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动容 所有人就感觉热血上涌 胡桓更是大吼一声 所有人 随我最后一集 无数强者汇聚在一起 准备做这最后一次的冲锋 胡叶轻声对身旁的阿柔道 柔人 嗯 一会你站在我身后 死后我也要先为你探路 阿柔的眼中现出万种柔情 嗯 可就在这时 一道封印突然印在了阿柔身上 并以极快的速度将他带飞出了战场 这猝不及防的一幕令胡叶悚然而惊 怎么回事 是谁 正在这时 褒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面沉似水地说道 是我干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胡叶怒吼道 可就在这时 褒义却突然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 将脸凑到镜前 死死盯着胡叶的眼睛 你个混蛋 难道就不知道阿柔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吗 什么 胡叶浑身俱阵 眼中现出难以置信之色 胡叶 你知不知道 我很讨厌你 甚至恨不得你死 可我不想让阿柔以后的孩子没有父亲 所以 你给我滚啊 说到这 褒义突然一张嘴 然后便吐出了一颗龙珠 这颗龙珠光滑璀 乃是他的本命龙珠 龙珠一出 直接飞进了狐叶嘴里 阵风住了想要说话的狐叶 然后 熬翼便如扔货物一样 将它举起来 朝着阿柔飞走的方向用力扔出 狐叶的心中疯狂呐喊着 奋起全身之力想要看熬翼一眼 可无奈 这龙珠蕴含了熬翼全身的力量 它根本无法挣脱 狐叶从未如此痛恨过自己的低违实力 可一切都晚了 它化作一道光滑 被直直地扔出了战场之外 熬翼站再远的 看着远去的狐叶 大颗大颗的泪珠不停滑落 但很快它便将眼泪擦干 淡淡道 狐叶 你记住 你欠我一个婚礼 说吧 它转身现出巨龙原形 幕后着朝邪雾大军冲了上去 这一战 诸天气血 神佛闭幕 第2162章气机苏醒 地球 北疆 本来喧嚣热闹的街头 此刻却是一片死急 许多人沉默无言地看着大屏幕上 正在直播的战场影像 隐隐有啜气之声传来 但更多人的脸上 却是彻底的绝望 就仿佛一个已经被宣判死刑的犯人一样 正在等待着终结那一刻的到来 正在这时 胖姨背着无法动弹的安言 先着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 在大街之上飞快地穿行着 胖姨的天赋并不怎么样 但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再加上泄熟的食料补充 现在的他也已有了半步真先级的实力 当然 这点实力搁在现在的地球上 是根本拿不出手的 可对于他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至少现在背着一个人 手里还牵着两个孩子 却依然能以极快地速度行进 街上的行人对于这一幕并无任何反应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 现在不管你逃到哪里去 都不可能摆脱最终的宿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如保存实力 等待着邪物入侵的时候 奋起最后一击呢 很快 胖姨便跑出了北疆市区 眼见再拐过一条街道就能进入郊区了 可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的一道身影却拦住了去路 卫阿姨 两个小丫头尖叫一声 胖姨急急停住 然后便将两个小丫头挡在了身后 同时满脸戒备地盯着月清欢 是你 你想干什么 对于这个神秘少女 胖姨自然也是有所耳闻的 但此时的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 更何况她突然出现 天知道她打算干什么 月清欢却压根就没有理会胖姨的质问 而是先冲着被她挡在身后的想想念念唯唯一笑 然后方才抬起双眸 淡淡道 你现在想逃到哪去 这个不用你管 胖姨语气生硬地说道 同时手伸进包中 握住了菜刀 你想带着安言和这两个小丫头躲起来 逃过这一劫 可你觉得这可能吗 月清欢淡淡道 胖姨没有吭声 你不了解这些邪恶的 哪怕你有那个黑暗女王的玉佩 也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追捕 毕竟他们两个身为薛安的血液 乃是这些邪恶势在必得的猎物 此言一出 胖姨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她毕竟只是一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女子 最大的能耐就是经营一家小饭庄 尤其现在丈夫和女儿都在战场之上生死未卜 她更是没有了主心骨 所以一听月清欢的话便不禁慌了神 那那怎么办 胖姨念诺道 突然她的眼前一亮 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死死盯着月清欢 月姑娘 你是个有大本事的人 你一定有办法保护这两个小丫头 还有颜姑娘对不对 可很快 胖姨的心变成到了谷底 因为月清欢在闻眼之后 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 没用的 未经之计 真正能救下他们的就只有一个人了 胖姨浑身俱阵 谁 月清欢抬起头来看向那如血般的天空 淡淡道 当然是那个男人了 李氏说 小安 胖姨的眼睛瞬间睁大 难道还能有别人吗 可她不是已经被邪恶所困 生死未卜了吗 谁说她死了 月清欢淡淡一笑 胖姨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这个消息对她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要知道现如今整个世界都已经对薛安不抱任何希望了 甚至有人认为她肯定早已隐落在了邪恶大军之中 可没想到这个不知来历的神秘少女却说薛安没死 这怎能不令胖姨为之激动 两个小丫头更是瞬间从胖姨的身后冲出来 小脸之上满是泪水 然后无比急切地问道 月阿姨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见如今这两个小丫头确实已经彻底慌了 因为自从薛安的五感被强行剥夺之后 这两个小丫头跟她之间的血脉联系便也随之中断了 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连接上 这怎能不令她们两个为之惊慌 月清欢对这两个小丫头显然十分喜爱 文言蹲下身来轻轻摸了摸她们的脑袋 然后擦去了她们脸颊上的泪水 当然是真的 那她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啊 我好想她啊 念念率先崩溃地大哭起来 想想则是强行忍着没有哭出声来 月清欢文言轻叹一声 什么时候醒过来那就要看她自己了 可能是下一秒 也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后 这一切就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在说这话时 月清欢的眼神深处也不禁略过了一抹忧色 因为作为旁观者 这场战役不管是强度还是惨烈程度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她之前的预期 其入侵的邪物数量之多 实力之强 都到了令她都为之头皮发麻的地步 可就是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以及不利局面之下 朱天众人却奇迹般地撑到了现在 尤其人们在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令月清欢都深为动容 所以不知不觉间 月清欢便已倾向了朱天 可爱于约束 她无法对这场战争进行任何干涉 只能安抚一下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而已 至于薛安的情形 月清欢现在也仅是知道她没死而已 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 那都是一个未知数 毕竟 修炼出无感并拥有无限重生能力的极尽女妖乃是她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 薛安 现在就看你了 若是你能突破自己 那么朱天还有翻盘的可能 否则 我就只能保证你的妻女不会出事 至于其他人我就无能为力了 月清欢默默想到 而想想和念念这两个小丫头在听到爸爸没死之后 更是无限虔诚地看向天空 嘴里小声道念道 爸爸 你快醒来啊 好多好多的叔叔阿姨都在期盼着你醒来呢 你要是再不醒过来 整个世界都要被坏人毁灭了 你要拯救世界啊 带着哭腔的小声道念很快便飘散于空中 但隐隐间 天地间有一丝玄妙异常的契机却也因此而改变 月清欢豁然而惊 然后仰头望去 眼中显出了一抹惊骇之色 但很快 这丝惊骇变化为了嘴角的一抹笑意 缺安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第2163张中规 半步仙尊 他的话音刚落 不管是地球之上 还是战场之中 甚至于整个诸天的所有人便觉得心头一震 紧接着 一声轰隆隆的乍响便自每个人的耳畔响起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就仿佛有某种不可揣摞 甚至不可理解的存在正在破壳而出一样 整个诸天都在欢呼 欢呼于他们君王的到来 战场之上 本已伤痕累累 正在跟邪雾门熬战的立井行一愣 然后便长长得吐出一口气 是他妈 胡还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本来九条的胡尾现在只剩下六条了 尽管如此 他的脸上还是现出了深深的欢喜和释然之色 没错 就是他 而且看样子 他应该是迈出那一步了 是啊 能令整个诸天都为之震动 天地万物齐齐俘首的 应该就只有迈出那一步的他才可以做到了 立井行也不禁轻声感叹道 而也就是在这时 本来气焰熏天的邪雾大军也察觉到了异样 许多邪雾都在瑟瑟发抖地往后退去 九头蛇子浑身一震 玄机无比惊恶的您难道 怎么可能 拥有无限重生的寂静女妖已经足以媲美大人了 就凭她怎么可能会是对手 可不管她信还是不信 位于战场中心的位置之中 戏机正在越发赤胜 此刻 哪怕是最为愚钝的人 也已察觉到了异样 无数双目光齐皆汇聚于那战场正中 许多人激动的浑身都在站立 九头蛇以及众多高等邪雾脸上的神色却越发的凝重起来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便不约而同地朝着战场中心发动了攻击 轰轰轰只见黑光弥漫 邪气惊天 显然都已经施展出了最强杀招 可不管这些邪雾的攻势有多么的强大 依然无法掩盖这股气积分毫 而且当一个接触之后 这些攻势便如烟雾般消散开来 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激起 不光如此 在那朦胧的光滑之中 一道身影正在逐渐显现 九头蛇面色狂变 不好 快撤 说罢 他毫不犹豫地转过身来 便要逃跑 可就在这时 他所有的动作瞬间凝制 然后便被影声声定在了原地 不光是他 在场几乎所有的邪雾都被以同样的方法定在了原地 整个过程甚至连挣扎都做不到 紧接着 便见光滑之中逐渐走出了一人 白衣圣雪 眉眼如风 不是薛安又能是谁 当见到他的身影之后 全世界先是一阵沉默 紧接着便爆发出了无比巨大的欢呼之声 却先生归来了 我就知道他是不会失败的 有人喜极而弃 却神尊无敌天下 有人私生利吼 却神尊 你要为战死的英雄们报仇啊 有人泪流满面 月清欢则是唯唯一扬眉 小声嘟囔道 先尊 不对 还差些许 这么说的话就是半步先尊了 至于战场上的众人 却没有那么激动 相反 有许多人在这一刻都只感到了深深的疲惫与哀伤 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亲密战友死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这种感觉让他们失去了欢呼的冲动 只有胡桓轻叹一声 然后无比艳羡地说道 果然还是天命啊 两次都能成功踏出那一步 你说我怎么就不行呢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站于众人之前 视线于请客间扫遍全场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九头蛇身上 本来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定死在原地的九头蛇在感知到这道目光之后 立即开始奋力挣扎起来 因为只有他才能感受到 这道目光到底有多可怕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呢 薛安便于无声无息间出现在他身前 整个过程水乳交融 就如呼吸般轻松自在 没有半点烟火气 九头蛇的瞳孔瞬间收缩为针尖大小 但身为邪恶的力气居然令他没有被薛安身上的威势所折 反而无限怨毒地盯着薛安 虽然不能说话 但这目光却已说明了一切 可下一瞬 他就再也硬撑不起来了 因为就在这时 薛安缓缓伸出手来 愣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当终于感受到死亡的气息之后 九头蛇之前的胸利瞬间便荡然无存 极度地惊恐令他脱口而出几个字 然我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薛安面无表情地往下一摁 没有生息 甚至连半点多余的气息都没有 从九头蛇的头顶开始 他的整个身躯以及快的速度化为了虚无 没错 就是虚无 连半点渣子都不存在的 彻彻底底的虚无 眨眼间 这只九头蛇便彻底消失不见 干净的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而如此恐怖的一幕 也令剩下的这些邪屋们恐惧至极的颤抖起来 看着这些瑟瑟发抖 好似带宰高扬的邪屋 在联想到之前他们那指高气扬 肆意收割众人生命的样子 许多人都油然而出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而也就是在这时 但见薛安弹指一挥 一抹无形的气机于瞬间横扫全场 直接将所有的邪屋都振位了虚无 眨眼间 本来占据了大半个战场的邪屋大军们 便被薛安一扫而空 看着令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却依然不能将其如何的邪屋们 如此轻松地便被薛安一人给解决了 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极度荒谬的感觉 我曹 难道这就是先尊的力量吗 胡环满脸震害的轻声你难道 利景行却隐隐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不禁面色素然道 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 薛安的状态不对劲 果然 在弹指灭掉无数邪物之后 薛安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的轻松之色 反而抬起头来看向远处的同门 然后说出了第一句话 还不出现吗 话音刚落 同门便于瞬间崩解开来 话为了乌有 而在原先的位置 则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而后漩涡之中便传来了一个淡然的声音 薛安 你真是给了我太多惊喜 说着 但见漩涡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名男子 这男子缓步而来 于瞬间便出现在了众人之前 当他出现之后 整个诸天都为之阵战了一下 而无比恐怖的威势 更是令他身周左右的空间都在不停坍缩 本来在地球上冷眼旁观这一切的月清欢 在见到这个男人之后也不禁勃然色变 师生惊呼道 怎么可能 第2164张仙尊之上 半步圣人 老力 这个气息 胡桓深吸一口气 然后跟力颈行对视一眼 二人同时色变 因为他们从这个男子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威势 当你注视他的时候 就仿佛在凝视死亡一样 令你不由自主地变想沉沦其中 这种感觉也令整个战场 乃至整个诸天都安静下来 略清欢面色凝重的轻声尼难道 怎么可能 这样等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 这是要彻底灭亡这座诸天吗 说到这 他们是担忧地看向了薛安 心中再无半点对他的信心 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薛安却是一脸平静 然后淡淡道 躲了这么久 终于肯用本体现身了吗 男子微微一笑 深周的虚空都随着他的这个笑容而生灭不定 你居然一点也不怕吗 怕 我为什么要怕 薛安缓缓抬眸 从我踏出第一步开始 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说得好 男子轻轻鼓掌 赞叹道 说真的 你确实是个人才 我都有点不舍得杀你了 这番话令所有人的心都随之缩紧 要知道薛安刚刚所表现出的威势何等恐怖 可到了这个男子嘴里却变得那么的轻描淡写 就仿佛在对一只蝼蚁说话一样 这不禁让许多人对这个男子的来历和实力都产生了深深的好奇 薛安缓没有理会男子的这番话 他只是淡淡道 如果我刚刚没能突破 正道半步先遵的话 是不是你连面都不会录 当然 因为只有现在的你 才算勉强有资格跟我这样说话 不然你也就只能见一次我的头影罢了 甚至你没能突破的话 我的那些宠物便会将这座小小的水洼彻底踏干 男子淡淡言道 与其轻松至极 其实到了现在 许多人都已经认了出来 这个男子便是之前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那道虚影 薛安的自己微微扬起 眼中满是冷冽的光芒 这么说起来 我还要对此感到荣幸了 男子耸了耸肩 随便你 反正你马上就要死了 薛安冷笑一声 突然出现在男子近前 然后一拳轰出 此时的薛安 在经历了五感剥夺之后 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道路 正道半步先遵 而且他的实力跟之前洛无情那种 通过投机取巧而正道的水活不同 他的每一步都是自己他踏实实走出来的 因此他现在的实力可谓独步天下 已经恢复了当年的大半威势 所以当他这一拳轰出的时候 已经无法去用语言来形容了 就仿佛在瞬息间 有无促星辰在薛安的手中碎裂一样 所爆发出了强大能量指抵男子的咽喉 可男子却连动都没动 反而微笑着看着薛安 人群一阵的骚动许多人脸上现出欢欣之色 因为在他们眼中不管这男子是谁 在薛神尊这一拳之下都将化为鸡粉 可万万没想到当一个虚余之后局势陡然而变 就在薛安的拳头刚刚触碰到男子的脸颊之时 男子于瞬息间便出现在了薛安身旁 然后淡淡道这一拳不错继续 薛安的这一拳落空 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另一只手直接冲着身旁轰去 可下一瞬 男子又如鬼魅般出现在了薛安的身后 然后摇了摇头 还是太慢了 这就是你全部的实力吗 轰 薛安须法皆张 眉间瞬间浮现出一朵红帘 同时棒驳建议混杂着天外神火直席身后 男子眼前微亮 这才有点意思 但他并未躲闪 甚至连动手都懒得动 只是轻轻吹出了一口气 扑 无边见盲 以及漫天神火便被这漫不经心的一口气给彻底吹灭了 仅仅三个照面 薛安便彻底落入了下风之中 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摸到 这下 全场皆惊 许多人无比惊讶的张大嘴巴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撼之色 要知道薛安自打出事以来 一直以闭逆之姿横扫一切 号称无敌诛天 可到了这名男子面前 却仿佛孩童一般稚弱 这其中所代表的实力差距足以令人绝望 至少月清欢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用的薛安 就凭现在的你 是根本打不过他的 毕竟 他可是跨过仙尊顶峰 半只脚迈入圣人之境的存在啊 若是有其他人在场 听到月清欢的这番话后 一定会悚然而惊 因为在人们的固有认知之中 境界最高也就是仙尊而已 所以薛安当年才会号称爵士仙尊 这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到了仙尊之后 便已经到了顶峰 之后便没有路了 尤其当薛安试图冲击中极 结果失败陨落之后 这便成为了诸天所有人公认的一个尝试 可万万没想到 到了月清欢口中 在仙尊之后 居然还有圣人之境存在 虽然说这个男子仅仅只是半只脚跨入了圣人之境 但到了这个等级 一丝的差距往往便如天欠一般不可逾越 所以薛安才会如此的被动 与此同时 丽景行和胡桓也随之清醒过来 薛安绝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我们一起上 胡桓说着 立即冲了上去 丽景行更不犹豫 直接一箭劈向了这名男子 可如果说这名男子在面对薛安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话 那在面对胡桓和立景行的攻击之时便是彻底的无视了 只见他连看都没看攻来的二人一眼 只是淡淡一笑 看来你们还是不明白 什么才叫真正的神明 轰 话音刚落 便听轰的一声俱响 刚刚以及快速度冲来的立景行和胡桓二人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震飞出去 不过他们并未飞远 因为就在半空之时 突然有一道无形的力量将他们牢牢束缚住 然后将其托服起来 刹那间 两大先帝便被彻底击败 甚至连动都动不了 思 全场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正在这时 薛安眼中光滑暴盛 汹涌神念瞬间凝聚为一道巨大的尖刺 朝着男子便轰了过来 面对这一击 男子的脸上终于现出一抹郑重之色 但也仅此而已了 只见他随手一挥 无法形容的巨大威压轰然降临 直接将这道神念尖刺压碎 紧接着薛安的身形便往下一坠 身体之中传来咯蹦咯蹦的骨节暴响 显然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 薛先生 薛神尊 全场一阵的惊呼 地球上的想想和念念更是瞬间哭出声来 爸爸 第2165章真正的神明 薛安奋起全身之力 对抗着肩头上的巨大压力 同时抬起双毛来死死盯着这名男子 男子却是淡淡一笑 别着急 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 我看你到底能撑多久 话落 压力陡然暴增 薛安闷横一声 肾形再次下坠 同时他的肩胛骨以及脊椎都开始片片爆裂 小安哥 胡英悲鸣一声 然后便不顾一切地朝男子冲来 双毛血红地吼道 我跟你拼了 而在胡英身后 同样片体鳞伤的范梦雪和唐轩儿等人意识火出了一切 朝着男子便冲了过来 男子眼前唯唯一亮 咦 好漂亮的小狐狸 带回去做的小丫鬟倒是不错 说着 他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点 砰 一股无形的墙壁瞬间便将胡英以及范梦雪和唐轩儿困扶起来 范梦雪当时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那时他试图冲击这道墙壁 结果却被其反正所伤的缘故 至于胡英 只见他目自欲裂 双眸喷火地看着这名男子 可他这副模样反倒更激起了男子的兴趣 只见他轻轻一勾手 胡英便于瞬间飞到了他的身前 然后他抬起手来轻轻抬起胡英的下巴 嘖嘖感叹道 真是个漂亮的小狐妖呢 哄 在极度的愤怒之下 胡英的身后突然又生长出了一条尾巴 居然在这个时候成功晋级为六尾狐了 随着晋升 他身上的气势陡然一胜 但仅仅一个眨眼的功夫便被重新镇压下去 因为这点实力上的增长 对于这名男子而言根本无足轻重 反倒更令他感到了兴奋 好烈的性子 但越是这样 调教起来便越有意思呢 胡英浑身连动都动不了 只能双眸喷火地看着这名男子 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 放开小安哥 你是说他吗 嘖嘖 真是令人感动的情谊呢 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了 男子感叹几声 然后转头看向浑身都已经被鲜血尽透的薛安 淡淡道 真是奇怪 这样一只鲜嫩可口的小狐狸喜欢你 你居然没动他 怎么 是故意留给我的麻 本来男子还想说些什么 但就在这时 薛安抬起被鲜血模糊的双眸 冷冷地注视着他 这种冰冷到极致的目光 令这名男子的心头都为之一阵 不过很快 他便笑了起来 薛安 看来你还是不服气啊 那好 那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也让你明白明白 得罪了我等 到底是什么后果 说着 只见男子猛地一跺脚 轰 整个战场虚空 乃至整个净土佛国轰然而动 紧接着便舰连接地球和净土佛国的时空通道 瞬间增大 并于瞬间消灭了一切空间阻隔 眨眼间 这座战场虚空便跟地球融为了一体 同样融为一体的环有那件公星域 这近乎奇迹般的一幕看待了所有人 可这在这名男子看来却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只见他低头俯瞰着脚下的华国大地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已经彻底沉寂下去的昆仑山脉上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这里还是没怎么变 正在这时 位于中兜的郑国大将强忍着从天而降的恐怖威势 毅然决然地按下了发射按钮 轰轰轰 沉舟大地上光焰四起 无数枚核弹头开始升空 目标全都对准了这名男子 可还没等这些核弹头冲到近前呢 只见男子随手一挥 刹那间 几乎所有核弹头便于瞬间崩解开来 话为了虚无 仅剩下一枚冲到了近前 却被男子信手抓在了手中 然后饶有兴致地打亮了一番 这才颇感兴趣地说道 很有意思的玩具 但也仅此而已了 说着 他猛地一握 这枚核弹遍也随之消允 如此生猛的一幕 看得所有人眼皮狂跳 郑国大将更是色变 而这时男子随意地往这边瞥了一眼 咚 一声俱响之后 郑国大将所在的整栋指挥大楼就此一位了平地 真是呱噪的楼椅啊 你说对麻薛安 薛安没有吭声 因为他在咬牙硬扛着这降临于身的巨大压力 其实你应该懂得的 因为你的天赋即便放在外面也是难得一见的了 半步仙尊的实力也足以让你深刻体会到仙凡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为何要为这帮楼椅说话呢 却安冷冷地注视着男子 最终缓缓言道 我看你才是楼椅 这句话令这名男子一愣 旋即便哈哈大笑起来 好 有种 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看来你们华族中人果然都是一样的固执 那我就成全了你 说着男子伸出一根手指来轻轻一点 本来被胖仪藏起来的想想念念以及安言便于瞬间浮空而起 来至了薛安面前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瞳孔瞬间收缩 薛安的眼神意识微微一凝 呵呵 这就是你的血液和道理吗 长得可真是可爱呢 男子笑眯眯地说着 目光一闪 安言身上的束缚瞬间解开 然后他便冲着薛安悲悯一声 老公此刻的薛安 浑身浴血 骨骼依然在不停地暴响 似乎随时都要被某种巨大的力量碾碎一样 见此情景 安言的心简直都要低血了 两个小丫头更是怒道 大坏蛋 快放了我爸爸 念念更是一指男子 小脸煞白地吼道 滚出去 随着这声冷喝 天地奇迹都随之变动 察觉到这一切后 男子微微一扬眉 亚裔道 有意思 居然是言出法随 不过太弱了 若是你成长得足够强大的话 我可能还会怕你 但现在嘛 男子笑了起来 只不过是我眼中的一个玩笑而已 说着 安言和想想念念便于瞬间被牢牢地困扶起来 而后男子转头看向薛安 薛安 现在你的家人都在这 你说我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薛安没有吭声 只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便一点点挺直腰感 将那巨大的压力引生生扛了起来 男子眼中显出玩弄猎物般的残忍光彩 你想跟我拼命 对吗 不知是因为鲜血还是什么原因 薛安的双眸叶已变得一片血红 对 就是这样 但是还不够 男子忽然兴奋起来 然后抬手往虚空之众一抓 等伸出来后 赫然便是之前被奥义强行扔出去的阿柔和胡叶二人 此刻他们俩也是连动都动不了 这两个也是你的朋友吧 你说我应该先从谁开始杀呢 男子苦恼地说道 要不 还是从你的这两个女儿开始吧 你觉得呢 说着 男子伸出手来便要触碰想想和念念 正在这时 月清欢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两个小丫头之前 然后冷冷道 别的可以 但他们两个不行 第2166章绝不认输 刹那间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月清欢身上 许多人都面现惊恶之色 不知道这名神秘少女到底是谁 安颜的眼中却现出了深深的感激之色 而男子却是唯唯一睁 旋即便眯起了眼睛 怎么 你们兵家这是要插手此事吗 月清欢面沉似水 淡淡道 我不代表任何人 我只代表我自己 只代表你自己 那这么说的话 你现在的行动是没有经过家中允许的了 男子冷笑道 月清欢面色沉静 有没有经过家中允许那是我的事 但这两个小丫头 我是保定了 男子深深看了月清欢一眼 然后便怪笑起来 很奇怪 身为兵家的你 难道不是最应该明白先凡有别这个道理的吗 怎么却对两个小姑娘如此关心呢 这个不用你管 而且 说着 月清欢转过头来看向不远处的薛安 眼中显出了一抹侧影之色 得饶人触且饶人 当年你们已经对华族动过一次手 现在便放他一马如何 此言一出 男子便哈哈大笑起来 得饶人触且饶人 月家女子 你不觉得这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特别可笑吗 堂堂兵家传人 难道连斩草厨根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还是说 你是故意要跟我作对呢 说到最后 男子的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极其危险的光芒 哄 他周遭的空间因为承受不住如此狂暴的杀意而在瞬间崩碎 月清欢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而是站在原地静静的凝视着对面的男子 怎么 你是想要对我下手吗 男子冷笑一声 月家女子 我敬你家家主乃是天纵奇才的人物 所以给你一个面子 你现在退下 我自然不会对你下手 但若是你不知进退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月清欢笑了 他这一笑 真如百花盛开一样 灿烂夺目 对我不客气 那你现在便可以试试 话落 月清欢便于突然间出现在了男子身前 先手指指点向男子的眉心 男子冷笑一声 暗度陈仓 居然还是兵家的高等传人 看来你们兵家是铁了心要插手这件事了 说着 只见男子双眸之中光滑一闪 巨大的威压轰然而出 月清欢问横一声 然后便被震退了促时不知多 待站定之后 脸色变得微微有些苍白 我再说一句 念在你家家主的份上 现在退下 我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否则连你也得死 男子冷声言道 月清欢却是常常吐出一口气 缓缓道 我若是偏不呢 那你就去死吧 说着 男子直接一拳轰出 这一拳于瞬息间便出现在了月清欢身前 并狭无上的狂暴之威轰向了月清欢的面门 月清欢身形急退 面色却被这权威压迫得月显苍白起来 男子的脸上显出一抹猙獰笑意 但下一秒 他脸上的笑意便彻底凝固了 因为就在这千斤一法之际 一只宛若轻欲雕琢而成的手掌突然出现在他的身侧 同时握掌成拳 直接轰在了他的太阳穴之上 咚 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之后 男子犹如炮弹般被彻底轰飞出去 而后薛安便缓缓放下了拳头 对一脸惊恶之色的月清欢说道 多谢 月清欢脸上的恶然之色逐渐吞去 然后换作灿烂的笑颜 不客气 而全世界也因为薛安的这一拳而彻底沸腾起来 啊啊啊薛神尊终于出手了 薛神尊 一定要将这个可恶的坏蛋打死啊 但也有许多人面带忧色地看着薛安 因此此刻的薛安 浑身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双肩之上更是裸露出白森森的骨茶 显然受伤极重 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是这名强道不像话的男子的对手吗 正当许多人暗暗忧心之时 在那虚空深处传来男子纳满寒怒火的声音 很好 薛安 已成功地激怒了我 接下来 我会当着你的面 将你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一点点折磨死 随着话音 但见这名男子自虚空之中一步步走出 每迈出一步 他身上的气势便会增强一倍还多 当走到场中之时 强大到难以形容的气势已经令整个地球都无法承受了 只听天道法则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身影 然后便崩碎开来 刹时间 大地震战 海水沸腾 整个地球显然都快要解体了 而如此狂暴的威势 更是令所有人都为之色变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即便是最为乐天派的胡环 在此刻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薛安 显然承受着更为庞大的压力 只听一阵阵骨骼破碎的爆响 薛安的身躯正在一点点的扭曲变形 血肉更是随之糜烂消散 眨眼间 薛安的大半个身躯都化为了森森白骨 这等恐怖的画面令无数人心碎如脚 安言更是声如气血般的尖叫一声 老公 哈哈哈哈薛安 现在的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跪下求饶 我还可以给你个痛快 否则你将承受无尽的痛苦方能解脱 男子无限嚣张地说道 闻听此言 无数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薛安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掀起的头 薛先生 认输吧 我们不打了 赤啊薛神尊 我们都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还是认输吧 我们认命了 一时间 全场都沸腾起来 所有人都已经泪流满面 更有许多人低下头去 不忍再看薛安现如今的模样 没有人怨恨 因为人们都知道 薛安确实已经尽力了 可天命如此 又岂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即便是月清欢 在此刻也不禁轻叹一声 然后低声 你难道 认输吧薛安 在这片水洼之中 半步圣人便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你是打不过他的 男子更是无限嚣张地狂笑起来 听到了吗薛安 连你所保护的人都已经放弃了 你还不打算认输吗 面目已经尽毁 只剩下一颗骷髅头的薛安 却在这时缓缓抬起头来 空荡荡地眼眶盯着对面的男子 然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绝不 认输 第2167章开始图神 轰 随着话音 薛安便一步步地迈向这名男子 外迈出一步 他身上都会掉落下大块大块的血肉 如此惨烈的一幕 也令全场为之失声 两个小丫头早已经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爸爸 他们想要往前冲去 却被月清欢拽住了 为阿姨 我爸爸他 月清欢轻轻摇了摇头 叹道 不要阻拦 你爸爸是一个英雄 正在这时 一旁的安言却突然轻声言道 月姑娘 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我希望你能替我照顾好想想和念念 月清欢先是一愣 玄机明白了什么 不禁点了点头 好 安言掠了掠耳边的定法 倾笑道 多谢 不客气 而后安言便蹲下身来 强忍着泪水抚摸着两个小丫头的脸颊 以后要听月阿姨的话 知道了吗 念念哭得都要被过气去了 妈妈 你要去哪 爸爸太孤单了 妈妈要去陪她 念念哭得更大声了 伸手就要去抓安言的手腕 安言却毫不犹豫地转身而去 妈妈 念念大哭起来 想要往前冲去 却被想想一把拽住了 此刻的想想 虽然也是一脸的泪水 却比念念冷静得多 只见她轻声道 妹妹 不要哭了 抬起头来看向前面 念念文言逐渐止住哭声 抬眸看向前方 想想无比冷静地说道 记住这个人的相貌 他是我们的仇人 要将其刻到骨子里 念念的眼中也现出了无限的寒意 嗯 与此同时 在全场的注目之下 安言顶住压力 无比艰难地往前走着 男子健壮冷笑一声 怎么 这是要做一对苦命鸳鸯吗 那我就成全了你们 说着 她缓缓抬起手来 无上的威势在手中成形 便要拍落 可就在这时 也已走到近前的薛安 忽然抬起头来 此刻的她 浑身血肉进去 只剩下了一具白森森的骨架 就如故是最一开始时的画面一样 但这画面 仅仅只维持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然后薛安的骨架便彻底崩碎开来 话为了漫天积粉 老公 缺先生 安哥哥 哭叫之声此起彼伏 安言的双眸更是于瞬间变得血红 然后便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来 男子健壮却是唯唯冷笑一声 他死了 你却没那么容易 说着 他抬手一指 安言的身躯瞬间浮起 然后便被层层困浮起来 看着安言那卷美帝脸颊 男子的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然后一勾手 被困扶住的安言瞬间飞至了近前 真是一个我见有脸的游物呢 说着 男子伸出手来 想要去触碰安言的脸颊 天上地下 无数人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略清欢也不经轻叹一声 然后用身躯挡住了两个小丫头的视线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了 毕竟保住这两个小丫头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在做干涉的话 绝对会引起更大的风波 安言的双眸已经变得近乎空洞一样 呆呆地看着这只手的靠近 眼见就要碰到了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烈地冷喝在每个人的耳畔乍响 放开他 男子微微一愣 刚想转头 但下一秒 他就感觉有一股佩然莫之能欲的棒驳距离轰然传来 并且正好轰在了自己左边的太阳穴之上 咚 一声俱响之后 男子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震飞出去 轰轰轰 所过之处 他的身躯砸碎了猝石座山峰 并在最后被生生轰进了地面之中 全场一片死急 因为所有人都被这惊天大逆转给惊呆了 与此同时 但见在安岩的身侧 空间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虚线 这些线条很快便勾勒出了一具身躯 而后这具身躯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丰满真实起来 这近乎神话般的一幕 令所有人的嘴巴逐渐张大 安岩的双眸之中渐渐焕发出了光彩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果然 当及格呼吸之后 一名白衣圣雪的少年便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不是薛安又能是谁 但见此刻的他 周身气质空灵无比 虽然是站在那 却给人一种随时都会飘然而去的感觉 最关键的是他的那双眸子 正好似最为璀璨的星辰一样 令人不敢直视 胡桓近乎身影般的叹息一声 天哪 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 稳固住了半步仙尊的修为 并且又有精进 难道这就是至知死地而后生吗 历景行却没有说话 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被轰走的那名男子身上 不管是谁都很清楚 这名男子是绝不会这么轻易便被击败的 果然 大地突然开始剧烈地晃动 而后便听地底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嘶吼之声 咔擦擦 方圆数百里的大地突然撕裂开一条巨大的鸿沟 然后便以极快的速度拔地而起 直奔天空中的薛安轰去 同时还有一个无限愤怒的声音从地底传来 薛安 我要将你彻底捏爆 如此狂暴的威势 足以令任何人为之动容 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反而转过头来看着安言 然后唯唯一笑 傻言人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安言却在瞬间泪如泉涌 因为刚刚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失去他了 正在这时 薛安突然俯下身 深深吻在了安言的红唇之上 安言的身躯瞬间僵硬 束缚随之消散 紧接着他便彻底软了下来 两只手轻轻搂住了薛安的脖子 哪怕是死 现在也无憾了 这是安言此时唯一的想法 可这时旁人却惊呼起来 因为就在此刻 这方巨大的土地已经轰到了薛安身后 经过这一路的飞行 这方土地已经被强行凝炼的只有李许大小 密度之大更是到了令人择舌的地步 若是被砸中的话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可薛安却在这时跟安言忘情勇文起来 这怎能不令许多人为之心交 可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薛安突然往后一个弹指 咚 一声巨响之后 这方土地于瞬间炸裂开来 在薛安的身后化为了满天积粉 而后薛安才缓缓抬起头来 宠溺地捏了捏安言的脸颊 淡淡道 言人 嗯 接下来 看老公如何图神 第2168章 诸天异志 与此同时 这名男子如幽灵般出现在薛安身后 然后抬手便轰出了一拳 许多人见状惊呼出声 薛先生小心 可就在这时 薛安豁然转身 然后也抬拳轰出 正好跟冲来的男子被轰在一起 咚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薛安的整条膀壁瞬间崩碎 巨大的力量更是将他往后震退了猝步 至于这名男子 则也是肩膀一晃 居然被薛安这一拳硬生生挡住了前冲之势 这下 男子也不禁感到了一丝惊恶 因为他本以为在自己这一拳之下 薛安不死也得重伤 可没想到却仅仅只是震碎了他的一条胳膊而已 这时 更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就见无数灵气轰然汇聚 然后自动涌入了薛安的身体之中 而伴随着灵气的涌入 薛安碎裂的这条胳膊于刹那间便恢复如初 见此情景 许多人不禁睁大了眼睛 月清欢更是微微轻移了一声 眼中现出了浓浓的好奇之色 因为从开始到现在 薛安已经给了他太多惊喜了 乃至于令他的心中都不禁升起了一个念头 莫非他真的能以半部先尊的实力跨越一个大境界 击败这名半部圣人的男子 与此同时 但见薛安抬起手冲着这名男子唯唯一勾手 比之前打得很顾影 但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话落薛安一脚重重踩落 虚空瞬间塌陷 而后他便如一枚炮弹搬直奔这名男子而来 男子眼神唯眉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冷笑一声 找死 说着 只见他抬起手来 又是一拳轰出 咚 二人再次对轰在了一起 这次的声势比之前那一拳还要强盛许多 所有人的心神全都为之一阵 等再次看去 却见薛安的身形亮枪飞出 一直飞了数百丈之远后 方才勉强站定 这时的他 半边身躯的骨骼都已经被震碎 折断的肋骨更是直接刺破肌肤秃了出来 伤势不可谓不凄惨 但众人却突然感到了希望 因为就在刚刚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这名男子也终于站立不住 稍稍往后退了半步 尽管只是为不足道的半步 却令无数人为之欢欣鼓舞 因为这可是从他出场到现在 唯一一次在正面对集的时候后退啊 而在这时 天地灵气已比刚刚还快的速度汹涌而来 疯狂灌输进薛安的身体之中 几乎是眨眼间 薛安身上的伤势便再次恢复如初 这等恐怖的恢复速度令这名男子也察觉到了什么 面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但他并未说话 而是往前迈出一步 轰 狂暴的威势轰然而出 直接将方圆数千里的虚空阵出了无数裂纹 而他则再次缓缓举拳 再接我一拳 轰 这一次 男子侠无上之威轰向了薛安 声势之盛 夜已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可薛安却没有任何躲闪 只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抬起手来 刹那间 所有人便感觉耳畔有狂风刮过 那是无数灵气正在飞速涌向薛安这边所造成的错觉 区域间 近乎海量的灵气便于薛安的身后汇聚 声威之盛 居然压过了男子 紧接着薛安便也往前迈出一步 拒拳轰出 这一次 没有声响 或者说是因为声响太过巨大了 已经超出了人儿所能听到的范畴 只见两人对轰的地方 现出现出了一道白光 而后便见白光迅速扩散 所过之处 空间如纸张般被轻而易举的撕碎 泄露出的威势更是令大地都晃动起来 无数人被迫往后退去 夜已挣脱开束缚的胡环和利景行等人 立即将胡英胡叶以及唐轩尔等人带到了安全地带 然后一脸凝重的看向场中 与此同时 这一拳胜负已分 只见薛安和这名男子骑骑往后退了三步 薛安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手臂无力地垂落下来 显然受了伤 而这名男子的手臂也终于传来了一声脆响 然后一滴鲜血便流淌而下 他受伤了 尽管只是为不足道的小伤 却令无数人热泪盈眶 因为只要受伤 就证明他不是真的无敌 这名男子显然也有些不相信自己居然会受伤 在低头看了看手臂 并愣了几秒钟之后 他缓缓抬起头来凝视着薛安 你居然将我急伤了 这时薛安身周左右的灵气已经浓郁到近乎实质的地步 这也令他身上的伤转瞬急欲 而后他便淡淡道 怎么 很奇怪吗 男子脸上的神色一点点阴沉下来 眼中的光芒更是变得极度危险 好 很好 居然以凡人之躯亵渎神明 那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着 他身上的威势瞬间暴涨到了一个恐怖的灵界点 并直奔薛安而来 薛安毫不示弱 并且如有神柱一般 无数灵气疯狂地往他深周汇聚 令他与这名男子混站在一起 咚咚咚 但见天空之上出现了两道快到极点的滑光 每一次接触都会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等大战之威令所有人都为之悚然 胡桓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眼中一彩连连地说道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利景行问道 胡桓满脸敬佩地看着远处薛安的身影 审声道 我明白薛安的策略了 说着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在灭掉极禁女妖病症到半步仙尊之后 薛安便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是当时的他 境界还很不稳定 所以他才会被这男子的威势所压 但也因此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稳固了自身的境界 可若是仅此而已的话 他最多也就是能勉强自保而已 绝不会是这名男子的对手 利景行点点头 这点他自然也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都能看出来的事 薛安当然不会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才是事情的关键 胡桓满脸重目地说道 面对强敌 他干脆舍弃自身 然后借用诸天的本友意志 重塑了自身 所以此刻的他 其实已经是诸天意志的化身了 第2169章涅是一指真正的实例 这番话另立景行悚然而经 因为这怎么听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人怎么可能成为诸天意志的化身呢 但他的见识和修为丝毫不在胡桓之下 因此很快便明白过来 这件事绝对是真的 因为唯有这个原因 才能解释一直往薛安申州疯狂汇聚的灵气是怎么回事 他虽然相信了 但一旁的青秋三长老胡桓等人却是一脸的茫然 祖宗 你的意思是说 薛先生现在所承载的是诸天的天道 胡桓点了点头 可是这 真的可能吗 胡桓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可能 小胡英忽然斩兵截铁的说道 然后仰起头来凝望着天空之中的这场大战 轻声道 因为他可是无所不能的安哥哥啊 众人全都不说话了 只有胡桓难难自语 所谓的天道 其实就是诸天意志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而作为整个诸天规则的主宰 他可能没有人的情感 但绝对会权衡利弊 是啊 丽景行也轻声道 邪恶大军入侵 意图颠覆诸天 这等行径绝对是诸天的本有意志所不允许的 而这个强盗不可理喻的男子的出现 更是严重威胁到了整个诸天 胡桓接过话来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未求自保 便只能跟薛安进行合作 这也是他为何会帮着薛安重塑身躯的原因所在 丽景行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这 我还有些同情这个家伙了呢 因为现在的他 可是在跟整个诸天作战啊 话音刚落 空中的巨响便戛然而止 而后便见两道光滑 以及快的速度落在地面之上 轰 方圆千里的土地于瞬间被震塌下去 但紧接着天地灵气便将不断陷落的地面支撑起来 而在看大坑之中 但见薛安身躯半吨 一只手将这名男子死死摁在地上 另一只手则一拳一拳地往下砸着 砰砰砰 伴随着一声声沉闷的巨响 这名男子的脑袋被深深砸进了地里 即便如此 薛安依然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打算 而是继续一拳一拳地砸着 每一下 这名男子的身躯都会剧烈地战斗一下 很快 并念之上便泛起了血光 有一些甚至蹦践到了薛安的脸上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冷漠得好似一尊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全场一片死急 因为这一战实在是太过跌宕起伏了 刚才所有人还觉得这一战输定了 结果眨眼间形势便发生了大逆转 哪怕是月清欢都有些错愕地看着这一幕 直到两久之后方才清醒过来 然后淡淡一笑 考核结束 看来你 他刚想说通过二次 可就在这时 一声沉闷的吼声从地下传来 然后一道光束冲天而起 薛安被直接震飞出去 在看空中 这名男子站于苍穹之上 满脸都是鲜血 之前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 只剩下无限的怒火在他身周沸腾 薛安 你找死啊啊啊啊 男子近乎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同时身后的阴影之中便开始出现无数邪物 九头蛇 急镜女妖 化石怪 等等邪物密密麻麻 瞬间填塞了整个天空 也令所有人的心都凉了下来 刚刚才将邪物灭纱干净 怎么眨眼间就又跑出来这么多呢 可还没等这名男子感到得意 狂暴的灵气便扑天盖地而来 其中更是夹杂着无数璀璨的剑芒 通通通 总共不过存活了几个呼吸的光景 这些邪物便被狂暴的灵气彻底吞没 然后消失不见 这名男子傻眼了 而也就是在这时 他的眉心突然撕裂开来 然后薛安的拳头便从中穿过 鲜血和脑浆分扬而落 所有人亦是一脸错愕地看着 直到两久之后 方才有人喜极而泣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轰 巨大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每个人都尽情发泄着心中的欢喜 仅有少数一些人面色严肃地看着场中 因为谁都不知道 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会不会再出现什么转折 毕竟 这个男子的实力可是极其强悍的 若不是薛安跟朱天意志达成了合作 也不可能击败他 现在他的脑袋虽然被轰碎 但谁也不敢断定他到底死了没死 果然 正当许多人心存疑虑之时 这名男子的身躯忽然开始崩解 并于瞬息间话为了虚无 紧接着便听遥远的虚空深处传来了一声怒吼 薛安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太天真了 既然连这小小的朱天意志都在帮你 那你们也就彻底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全都去毁灭吧 这番话与每个人的耳畔响起 众人刚然一愣 然后便听到了此起彼伏的暴响之声 那是本来冲涩与整片天地的灵气 正在不停消灭的声响 这无比诡异的一幕也令胡环和利景形等人为之动容 薛安更是仰起头来 冷漠的双眸之中隐隐现出了一丝凝重 正在这时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不同于之前地球被封锁时的景象 这次的暗淡来得如此之快 就仿佛有什么东西直接将所有光线都给封闭了一样 紧接着便见在那极暗之处的苍穹深处 隐隐现出了一道光滑 去空中传来那名男子得意的大笑之声 大人亲自出手了 薛安 这次我看你们如何死 话落 那道光滑急速扩大 然后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人浑身巨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赫然是一根巨大无比的手指 没错 这被日月乃至将一切都给封锁的 居然只是一根手指 这 这怎么可能 胡桓目光呆滞地说到 雷锦行的双眸一时暗淡下去 因为强如先帝的他们 在看到这根手指的时候 也只有无尽的绝望 月清欢更是面色大变 玄机苦笑一声 这是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说着 他摇了摇头 不等两个小丫头反应过来 便将他们的言语动作彻底封闭 而后将其抱在怀中 转身便要离开 因为在他看来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没有人能在现如今出手的 这个存在面前存活 即便是他也不行 而也就是在这时 这根手指缓缓往下暗落 咚 屈空之中传来一声巨响 然后整个猪天都剧烈的战斗起来 就仿佛有某种强大的意志 正在被不停摧毁一样 而不管有什么异动 都无法阻止这根手指的缓缓下落 眨眼间 他便来至了地球之前 跟他相比 地球孱弱得好似一颗小石子一样 去安第一次面线无比凝重之色 然后奋起全身之力便要飞去 可都没见这根手指有什么动作 一股无形的压力便在瞬间震碎了薛安所有的防御 然后将其压在了地面之上 尽管如此 薛安依然奋力地抬起头来 试图起身 哼 一身为不可查的冷横传来 薛安被直接震碎了全身骨骼 瘫软在地 再也无法动弹 紧接着 这根手指继续按落 巨大的压力如磨盘一样 眼见就要将薛安彻底碾碎 正在这时一直站在薛安不远处静静守候的安岩忽然晕倒过去 这本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就在安岩倒落的那一刹那 一道气息突然从他的身体之中冲天而起 那是怎样的一道气息啊 就仿佛下一瞬整个世界便要彻底终结一样 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而也就是在这道气息出现的那一瞬间 这根本来已灭视之姿出现的手指便于瞬间变得无比孱弱 与此同时 虚空深处隐隐传来一声惊惧至极的怒吼 这气息 不可能 可这道气息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 只是轻轻一个触碰 这根手指便如溢碎的玻璃一样 彻底崩碎开来 第2170章令月清欢都为之敬畏的气息 轰隆隆 据响声中 月清欢豁然转身 但紫色的双眸之中满是无限的震步之色 因为这道气息之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令他都给予顶礼膜拜 天 天啊 哪怕是哥哥都不可能是这道气息的对手吧 月清欢轻声嘻喃道 声音中充满了深深的敬畏 至于躲藏在虚空深处的这名男子 此刻更是浑身俱阵 他从未想过 有谁能如此轻易地遍及退近乎无所不能的大人 但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立即便引入虚空之中想要逃跑 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只见这道模糊不清的气息轻轻一碰虚空 卡 他的身形瞬间停滞 紧接着便连横都没横一声 就此话为了乌有 等做完这一切后 这道气息残如潮水般退回了晕倒在地的安岩体内 顷刻间 一切便归于尘寂 只剩下众人目瞪口呆的站在原地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谁能想到 这场经事大战最终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结尾 那根巨大的手指究竟来自何人之手 从安岩身上升腾而起的这道气息又到底是什么呢 无数的疑问涌上心头 而也就是在这时 薛安从地上一跃而起 瞬间便飞至了晕倒的安岩 近前 一把将他抱在了怀中 岩人 可此时的安岩却双眸紧闭 对薛安的呼唤没有半点反应 与此同时 清醒过来的众人也随即冲到了近前 岩姑娘 岩姐姐 喊声此起彼伏 但无一例外 安岩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下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也 胡桓和丽景行更是立即走上前来 满脸肃然地问道 怎么样 薛安深吸一口气 轻轻摇了摇头 很奇怪 我没有从他身上察觉出任何异样 但严人就是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 这十月清欢也出现在了近前 两个小丫头挣脱怀抱 立即冲了上来 妈妈 妈妈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妈妈 两个小丫头拽着安岩的两只手不停地摇晃 可安岩却依然沉睡不醒 两个小丫头当时便崩溃了 泪水夺筐而出 爸爸 妈妈怎么了 她为什么不睁眼 念念气不成声地问道 薛安的面色也变得十分凝重 狂大的灵气不停地往安岩的体内灌输 却如泥牛入海般 连半点波澜都没激起 正在气氛变得极其压抑之时 月清欢轻声道 方便让我来看看吗 薛安抬起头来看着她 最终默默地点了点头 月清欢蹲下身 先是满脸敬畏地看了安岩一眼 然后便抬起手来轻轻抚在她的肩头之上 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说话 包括地球之上的人们也都静默无言地看着这一幕 许多人悄悄攥紧了拳头 默默地祈祷着 希望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安岩平安无事 毕竟 她可是相当于以一己之力拯救了整个诸天啊 两久之后 但见月清欢微微一挑眉 然后便睁开了眼睛 双眸之中闪过一抹一色 怎么样 确实没有任何异常 但我隐隐感觉到 她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就仿佛 月清欢思索了片刻 然后形容道 就仿佛一个人强行动用了不该动用的能力 最终导致突裂而昏迷一样 那怎么办 站在一旁的小沙立即问道 此刻的她同样满身伤痕疲惫不堪 但却根本顾不上自己 而是满心担忧地看着安言 月清欢没有回应小沙的话 而是抬眸看向薛安 你觉得呢 薛安点了点头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却不敢确定 因为我刚刚已经将几乎所有的灵力都灌输给言人了 却连一丝水花都没有激起 月清欢清笑摇头 那说明即便是你的实力也远远不够 此言一出 众人为之悚然 要知道薛安可是半步仙僧啊 而且实力之强 可谓有目共睹 他所有的实力都不够麻 但一想到刚刚那道恐怖至极的气息 人们便又释然了 薛安亦是唯唯一争 旋即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说吧 他拦腰将安言从地上抱起 然后审声道 我先代言人离开一段时间 这里的事便由你们来处理 想想念念 跟我走 言罢 光华便将想想念念裹挟起来 然后冲天而起 于瞬息间便消失不见 众人有些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唯有月清欢微微一笑 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 这应该算是你通过考验了还是没通过呢 真是伤脑筋啊 说吧 他的身形便也如一股青烟般消散不见 众人站在原地 互相对视一眼 最终全都苦笑起来 毋庸置疑 这场大战是自己这方获胜了 可这种胜利也是惨胜 且先不说旁的 就光是战死的强者们便足以令整个诸天元气大伤 再加上在最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拯救苍生的安言也是情况不明 所以不管是谁 在此刻都没有半点胜利之后的欢欣之色 这时胡环缓缓开口道 大家都在原地休养 然后等待薛安的归来没有人说话 人们只是默默地盘膝坐下 至于受伤之人 则有专人负责救治 整个世界都开始默默疗伤 而在此时 在那极其遥远的一片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薛安的身影 这里远离各大新域 就连最近的星辰都要在数百光年开外 可以舒适一片绝对的不毛不地 但薛安偏偏就停在了这里 然后松开手 令安言悬浮在虚空之中 两个小丫头乖乖地站在薛安身旁 一句话都不敢说 只是满眼稀奇地看着安言 期盼着妈妈能够尽快醒过来 薛安静静地看着闭着眼睛 好似睡着的安言 漠然两久 这场大战是他重生 或者说两世以来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一战 其间他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底牌 甚至不惜跟诸天意志达成合作 方才堪堪翻盘 可最后出现的那根不知来自何方的巨大手指 却轻而易举地便将他筹划的一切给击碎了 第2171张安言的来历 仅凭威压便令薛安无法起身 对方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何种恐怖的境地 由此也可见一斑 可以这样说 若不是那道来自安言体内的气息突然出现 即便是薛安也要败下阵来 而正因为亲眼目睹了刚刚那一幕 所以此刻的薛安终于想明白了很多事 之前他就有些怀疑 为何当初那位深渊之主 会特意对安言下封印 在逼问深渊之主的时候 他亲口说是有人特意吩咐下来 要他这么做的 而当时的安言 则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凡人 这本来就透露着蹊跷 最关键的是 薛安忽然想到了想想和念念的天赋 之前薛安一直认为是因为自身血液的缘故 所以想想和念念的天赋才会那么强大 但现在他却不那么认为了 因为即便是现在 已经正道为半步先尊 距离重归鼎盛实力不过咫尺之要的他 依然没能从安言的身上发现任何异样 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之中 都没有探查到那道气息的存在 若不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薛安甚至都要以为那道气息只是自己的幻觉了 而这也恰恰说明 安言的来历要远比自己想象的环要强大复杂 甚至远远超过自己 这样一来 发生在安言身上的许多事方才有了合理的解释 比如他那道莫名其妙的封印 比如他那近乎开玩笑一般的修炼速度 以及如吃饭喝水般轻松进击的现象 想到这 薛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闫人 看来之前安家的那句话真是说对了 从始至终我都是在高攀啊 安言当然不会回应这些 他依然在沉睡着 薛安的眼睛却微微有些湿润了 但旋即他便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挥手 巨 轰 无数的灵气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赶来 幸亏这里乃是一片虚空 否则单凭这等威势便足以将星辰震碎 但不管多么狂暴的灵气到了薛安面前都变得温顺起来 然后薛安抬手一指 灵气便通过安言的眉心湿海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里灌输 这等灌输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这么说吧 一个弹指的功夫便能将一个大罗强者直接撑爆 可如此多的灵气在进入安言的体内后却依然没有激起半点波澜 相反 安言的眉心湿海之中出现了一股莫大的犀利 刹那间 本来就堪称汹涌的灌输速度又狂暴了几分 乃至于令它的头顶之上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灵气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疯狂往里灌输着 眨眼间便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总量 这也令一定范围内的灵气被抽吸一空 成为了真空地带 甚至于数百光年外的星辰都因为灵气的匮乏而变得暗淡起来 屈安牵着两个小丫头的手退后几步 静静地看着 两久之后 念念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爸爸 嗯 妈妈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很快了 屈安轻声道 那妈妈醒过来后会变成超人吗 念念这时候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确定妈妈没有事后 不禁变得轻松起来 屈安低头冲着一笑 怎么 你希望妈妈变成超人吗 念念用力地点点头 嗯 为什么 因为这样爸爸你就不用像之前那样累了啊 念念说道 屈安愣住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念念会这么说 这时念念低下头 语气变得黯然起来 爸爸 你不知道当时我和姐姐有多害怕 尤其当看到你变成白骨跟那些坏人作战的时候 我们真的好害怕 想想没有说话 但他眼中闪烁的泪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屈安深吸一口气 然后握紧了女儿的小手 放心吧 以后爸爸不会那样了 这时两个小丫头却突然同时喊了一声 爸爸 嗯 你是个大英雄 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道 屈安微微一愣 玄机便展露出了笑颜 谢谢 在这一刻 屈安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是为了朱天 也不是为了苍生 而是为了这两个可爱的女儿 正在这时 灵气灌输的速度突然开始放缓 屈安立即冲上前来 轻声道 颜人 安颜的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 最终缓缓睁开了眼睛 当看到映入眼帘的薛安跟两个女儿之后 他先是一愣 旋即方才说道 我们 我们这是死了吗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伸出手来轻轻捏了捏安颜的脸颊 当然没有 相反 我们胜利了 胜利了 安颜这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一跃而起 然后极为紧张地抓住薛安的手臂 仔细打量着 薛安也没吭声 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片刻之后 安颜方才抬起头来 真的胜利了 当然 那你身上 怎么一点伤都没有 安颜满是茫然地问道 在他的记忆中 最后一个画面乃是一根从不可知之处延伸而来的巨大手指 这根手指如此的恐怖 乃至令薛安都全无应对之力 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看到安颜脸上的茫然 薛安唯唯一笑 我身上当然没伤 因为这次击退敌人的 乃是你啊 片刻之后 安颜目瞪口呆地看着薛安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有那么厉害 薛安认真的点点头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问想想念念 两个小丫头这时候也兴奋极了 叽叽喳喳地说道 是啊妈妈 你当时好厉害呢 一下子便将那些坏人都给击败了 可我 可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安颜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在他的感觉中 自己就像是睡了一觉一样 没有任何的察觉 你的实力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妈 薛安问道 安颜文言仔细感受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还是老样子 没有任何变化啊 薛安的眼中闪过一抹光滑 所以这就是最不寻常的地方啊 要知道你刚刚所吸收的灵气 已经足够成就一名先王强者了 而你却一无所觉 那么他们去哪了呢 第2172章他不曾负我 我自不会负他 是啊 他们去哪了呢 安颜皱起眉头 笑脸之上满是沉思之色 见此情景 薛安不禁笑着伸出手来捏了捏安颜的鼻子 行了傻颜人 先不用管他们去哪了 现在你只要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就行了 安颜被捏的鼻子一通 不禁白了薛安一眼 既然知道我不是一般人 你怎么还捏我鼻子 难道就不怕我揍你麻 说着 安颜还是微一样挥舞了一下拳头 去安哈哈大笑 一把将他揽进了怀中 好啊 那你揍我啊 安颜因您一声 旋即便逼声道 别这样 想想念念都在一边呢 出着他还十分不好意思的看向两个小丫头 两个小丫头这时却倾壳一声 然后便十分适去的将头扭到一旁 开始自顾自的交谈起来 姐姐 你看那边的星星好漂亮啊 嗯嗯 确实很漂亮 其实在他们面前乃是一片深沉的虚空 哪里有什么星光啊 但他们两个越是这样 安颜就越是不好意思 却安笑兮兮的看着 直到安颜的脸都已经红到耳根了 这才松开了手 好了不动你了 走吧 安颜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是回地球吗 当然这场大战虽然战时结束了 但我有预感 一切都还远未真正结束 说这话时 薛安的双眸变得十分悠远深邃 安颜浑身一震 但他并未说什么 只是默默走到了薛安的身旁 掀起了他的手 那我们走 地球 众人依然在战场之上静静地等待着 此刻 众多伤者已经被妥善安置起来 但除此之外 人们并未动那些战死者的尸体 而是十分默契地放到一边 等待着薛安的归来 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战场 即便是最为乐天派的人也会变得沉默 比如胡叶 曾经最为没心没肺的他 此刻却沉默无言地站在一具巨大的尸骸面前 这是一具巨龙的尸骸 上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痕 乃至于连灵天都已经所剩无几了 可想而知他生前经历了怎样一场残酷的战斗 看着这一幕 胡叶就觉得自己的心突然空了 耳叛所有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不见 只有一句话不停在脑海中回响 胡叶 你知不知道我很讨厌你 甚至恨不得你去死 可我不想让阿柔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父亲 所以你给我滚啊 这句话在脑海中不停地翻腾着 犹如一把锋利的小刀 狠狠搓磨着胡叶的心 阿柔更是早已哭得不能自已 只不过这种哭是没有半点声音的 只有泪水刷刷地躺下 滴落在地面之上 将已经干透的鲜血都给重新湿润了 正在这时 一个亮亮呛呛呛的身影走到了胡叶身旁 正是龙族大公主敖青 只不过此刻的这位龙族大公主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雍容气度 一条胳膊齐根而断 双脚更是鲜血淋漓 显然受了不清的伤 但这所有的伤加起来 都不及她眼中的悲痛 似乎是感受到了她的到来 胡叶轻声道 她在临走前可有什么话告诉我吗 敖青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那名半部圣人的男子腐义出现 本已重伤的她便被强大的威势震碎了所有生机 胡叶沉默了 因为她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到了这一刻 所有语言都变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她只能默默从怀中掏出那颗龙珠 递给了敖青 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东西 敖青感受着这颗龙珠上那熟悉的气息 眼泪夺眶而出 但她并没有去接 只是哽咽道既然她留给你了 那你就收下吧 说着 敖青转身便要离开 正在这时 胡叶忽然轻声道 我还可以娶她吗 敖青浑身一震 转头看向胡叶 满眼的疑惑 你说什么 胡叶看着面前这句巨大的尸骸 轻声道 她平时最喜欢热闹 我不想让她死后这么孤单 所以我想让她成为我的妻子 敖青虽然没有说话 但眼中的茫然却很明显地透露出一个意思 敖翼已经死了 你还怎么去 胡叶却好似没有察觉到敖青的疑惑一样 迈不走上前来 轻轻抚摸着敖翼的尸体 痛吗 话落 胡叶泪如雨下 见此情景 远处的叶寒商等人也不经常叹一声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叶哭得这么伤心啊 叶寒商叹道 诸葛藏意识轻轻摇头 可惜有情人没有能够成为眷属啊 可就在这时 但见胡叶突然抬起手来划破了眉间 一滴淡金色的精血随之渗出 而后便飞入了敖翼的尸体之中 刹那间 敖翼的尸体便开始急剧缩小 眨眼间便飞入了胡叶的手中 胡叶将他跟那颗龙珠放在一起 然后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大姐 胡叶满眼认真的看着敖青 我胡叶在此发誓 有生之年一定会找到复活敖翼的办法 他此生未曾付我 我定也不会付他 敖青看着满脸至成的胡叶 两久之后方才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好 我相信你 而也就是在这时 虚空之中传来一声赞叹 胡叶 虽然你平时很不着条 但这次我不得不承认你很严闷 随着话音 但见学安和安岩一家人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场中 当见到安岩平安无事之后 所有人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因为此刻的人们 已经经不起失去了 若是歌在往常 胡叶一定会因为这句话而跟学安斗半天嘴 但此刻的他 已经没有了那种兴致 只是惨笑一声 然后便转过身来默默离去了 安岩有些心疼地说道 老公 小叶他 薛安摆了摆手 由他去吧 这件事终归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也只能他自己走出来 说吧 薛安转头看向众人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那满地的死尸之上 眼中现出肃然之色 此战已了 战死者均为英雄 我等自当祭拜 你们可有异议 几乎没有人犹豫 所有人齐齐扶手 莫 第2173张众宁龙脉 战死成神 以薛安现在的境界 在这片空间之中 真可谓是有通天彻地之能 只见他飞升而起 站于苍穹之上 抬起手来朝下连连点指 只见过楚 破损的大地开始迅速愈合 坍塌的山峰随之隆起 甚至于许许多都已经倒塌的建筑 都在瞬间重新恢复 但这个能力 仅仅只能用来恢复环境 而已 至于已经消逝的生命 便无能为力了 顷刻间 神州大地的山川和岳便恢复如初 只不过此刻的山峰虽然有了形貌 却无半点灵气 可谓图聚其表 这是因为这场大战 已经彻底损毁了华国的龙脉 若是重新涵养的话 最少也得千年之久 不过到了薛安手中 这一切就简单了 只见他弹指一挥 无量灵气便于瞬间灌输进了 华国每一处的山川之内 刹那间 磅驳灵气于地下凝聚成了条条龙脉 并彼此连接在一起 轰 浓郁的地气冲天而起 将整个华国都牢牢护在了当中 那位风水大师宋义 差点被惊掉了眼球 尼南自语道 弹指兼便中劫万千龙脉 这才是真正的风水啊 师尊果然厉害 在他的心目中 早已将薛安是为了自己的师尊 因此言语兼简直恭敬至极 就连诸葛藏意识唯为一争 玄疾面线惊恶之色 之前他曾借用华国龙脉 对付入侵的洛无情等人 可借用根重新缔结的难度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薛安在整个过程之中 仅仅只是一弹指而已 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他自然最为清楚 等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便落下地面 看向这不满整个战场的尸体 轻声道 兄弟们 我送你们回家 说吧 他抬手一挥 无数灵气如丝线般将这些 尸首轻柔的包裹起来 并缓缓漂浮到了空中 因为灵气的缘故 这些战死之人 本来残缺不全的尸首瞬间恢复 并且神采奕奕 周身光滑璀璨 宛若神灵一般 而后便见薛安上前一步 屈膝跪倒在地 这一幕另举事都为之震动 刹那间 不管是在场还是不在场的 所有人都齐刷刷的面向 这些战死之人跪倒在地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 而薛安则缓缓言道 而等为忽悠苍生而战死 死后必当为神 日后诸天苍生必以香火祭奉之 划落 但见这些尸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 献出璀璨华光 然后在空中凝聚为一根根顶天立地的巨柱 刹那间 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的巨柱便将整个区域所占据 所有人都于瞬间热泪银筐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战死之人也已化为守卫天地的神灵 至此 这场大战就以这种形式落幕了 所有人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笑颜 毕竟 适者已去 生者则还要继续 不管怎样 这场大战还是诸天胜利了 所以都不用刻意组织 很快 整个世界变化为了欢乐的海洋 而参与了这场大战的人 更是成为了最为耀眼的明星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万人拥戴 缺安以及胡桓等人自然也不例外 而且他们作为最为尊贵的客人 受到的领域当然更高 已经没有人去考虑旁的了 人们只想疯狂的欢乐 好似这样便能发泄出这段十日来的绝望一样 对此缺安也没有阻止 因为他很清楚 这场大战实在太过沉重了 无数人都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现在终于获得了胜利 让他们发泄一下也是好的 不过当久到中途的时候 缺安却悄悄离开了宴会场 然后来至了一处所在 北江 天字一号别墅的楼顶 此刻 月光如水 月清欢正坐在楼顶的沙发之上闭目养神 当缺安的身形出现之后 他似乎早就预料到缺安的到来一样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只是淡淡一笑 怎么不去欢宴了 缺安摇了摇头 然后问道 你怎么也不去 我 月清欢睁开眼睛 我本就不属于这里 为何要去 缺安深深凝视着月清欢的眼睛 月清欢毫不示弱地回视着 两久之后 缺安方才侧目看向远处那灯光闪耀的大都是 我很想知道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说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看你 你相信吗 缺安笑了笑 却连头都没回 竟只走到了阳台栏杆处 缓缓道 记得当初你带我去华国各处游玩的时候 我就有些怀疑 为何你会对华国上古时期的兵家先贤那么感兴趣 直到这场大战我才终于明白了 说着 缺安缓缓转过身来 目光炯炯地看着月清欢 告诉我 那名男子称你为兵家之人 到底什么意思 月清欢耸了耸肩 能有什么意思 就是你理解的那种哦 此言一出 缺安眼中光华大盛 如果你是兵家之人 那你们跟华国上古时期的兵家又有什么联系 还是说 不等缺安说完 月清欢便摆了摆手 不用猜了 我所在的兵家 跟你口中的兵家并不是一回事 至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你为何要去参拜那些兵家先贤的墓 我只是好奇而已 好奇 没错 好奇当年的某些事而已 月清欢轻描淡写地说道 缺安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月清欢 没听明白是不是 缺安点了点头 月清欢轻叹一声 然后有些苦恼地说道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因为有好多事 连我也不知道幕后的真相 可能我哥德会比我知道的多一些 但他又不肯告诉我 那你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所知道的 缺安审声道 月清欢咯咯咯一笑 却没有正面回答薛安的话 只是淡淡道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说 你觉得 这场战斗结束了吗 缺安浑身一震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而已 缺安深深看了月清欢一眼 最终缓缓道 当然没有 因为真正的谜底 还没有揭开 第2174章十天之奇 月清欢笑了 笑容之中满是欣赏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一个如此角色的少女 对一名男子说喜欢二字 这足以令人怦然心动 可薛安却根本不畏所动 只是淡淡道 你应该很清楚 我对你这些小伎俩是免疫的 所以 请说重点 月清欢被薛安的态度 气得牙根直痒痒 但很快他便释然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身上 这种难得的冷静与清醒 说着 月清欢翘其那两条掌的惊人的腿 将整个身躯都埋进了 厚实的沙发靠背之中 仰起头来看着璀璨星空 淡淡道 这场战斗你们看似胜利了 但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一个 极小概率的突发事件上而已 如果最后没有来自安岩身上的 那道气息的出手 即便是你也得失败 这点你可承认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输的概率确实是在八成左右 而且即便赢 也会是惨胜 闻听此言 月清欢豁然坐直身躯 满眼恶然地看着薛安 照你这么说 当时你在面对那根手指的时候 居然还有两成胜算 怎么 很奇怪嘛 薛安淡淡回应道 这次轮到月清欢目光炯炯地看着薛安了 直到两久之后 他才摇头苦笑道 当然奇怪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能以一只碾压猪天的存在到底有多么可怕 跟他比起来 现在的你几乎跟凡人无异 所以我实在很好奇 你那两成胜算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觉得呢 薛安反问道 月清欢唯唯一争 玄机明白了什么 在深深看了薛安一眼后 便重新躺回了沙发上 我说回刚才的话 你有时候非但不冷静 反而疯狂地可怕 不过 我好像更喜欢你了 说着 月清欢便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薛安也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月清欢 直到片刻之后 月清欢方才收敛笑容 重新恢复了平静 就算你有两成胜算 但经此一意之后 他们肯定会有更为充分的准备 所以等到下次的时候 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当然 薛安点了点头 所以转回刚刚的话题 既然你很想知道我家跟上古华国兵家之间的联系 那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这些事情的内幕都藏在我的家族之中 你只有亲眼目睹了 才会明白 我说 是说不清楚的 薛安不说话了 只是目光沉静地看着月清欢 直到两久之后方才淡淡道 你这算是邀请我去你家吗 月清欢灿然而笑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还是那句话 这场战斗远未结束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 你应该比我清楚该怎么做 说吧 月清欢便含笑看着薛安 薛安忽然说道 我发现好像有某种规则在束缚着你 导致很多是你无法正面告知我 只能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来邀请 对麻 月清欢轻叹一声 没有说话 但沉默在很多时候往往便意味着认可 薛安点了点头 其实不用你提醒 诸天之外我是肯定要去的 毕竟那里才是一切癥结的根源 关键之所在 并且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这次邪恶入侵的这笔账 我还要向幕后主持者们一一讨要回来呢 说到最后 薛安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凛冽寒芒 月清欢倾笑一声 亦有所指道 那祝你好运 说吧 他便惬意地躺回沙发上 慵懒地说道 离开这么久 我还真是有些想家了 十天之后一出行 到时候便动身 薛安最后看了月清欢一眼 然后转身便大步离开了 直到薛安的人都已经走远了 月清欢才忽然轻叹一声 薛安 你这次的考验虽然通过了 但更大的考验却才刚刚开始 这条路要远比你想象的环要难走无数倍 即便是我哥 估计也无法帮你太多 说到这 月清欢的眼神深出现出一抹淡淡的优色 轻声咪喃道 祝你好运 当薛安重新出现在欢宴之上时 这场盛宴已经接近了尾声 原因无他 大部分人都已经喝醉了 所以薛安的出现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只有安言偶有所感 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低声道 回来啦 嗯 吃点东西嘛 安言根本就没问薛安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反倒是薛安主动说道 我刚刚去见了一下月清欢 不 安言只是随口应了一句 然后便低下头来专心致志地对付着盘子里的水果蛋糕 十天之后 我们跟他一起离开朱天 安言浑身微微一颤 然后便抬起头来看着薛安 需要这么着急吗 嗯 很着急 不 安言又低低地应了一声 正在这时薛安突然一把抓住了安言的手 然后压低了声音道 跟我走 安言还有些不明所以 便被薛安拽着离开了会场 不过转瞬之间 他们两个便来至了一处所在 看着那个熟悉的招牌 安言睁大了眼睛 老谢饭店 老公 老公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自然是吃饭啊 薛安 却安笑着言道 然后推门便走进了店中 跟外面欢天喜地的气氛 跟外面欢天喜地的气氛不同 此刻的老谢饭店稍嫌冷清 毕竟 此刻的人们基本都在疯狂地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呢 有谁会闲着没事跑到这里来吃饭呢 即便如此 老谢和胖姨依然在坚守着这座小饭店 实际上以他们的功劳 足可以在庆功宴上占据一席之地 但用老谢的话说就是自己的岁数大了 那闹堂的宴会还是留给年轻人吧 因此他们两个这时候正悠闲地看着电视 电视之中全是关于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 老谢笑咪咪地看着 看到精彩处 还不时地抿一口酒 胖姨也破天荒地没有多闹 反而在一旁争酒不菜 嘖嘖 晶晶他妈 你是没见到当时我的厉害 那些混蛋邪物刚冲到镜前 便被我三下五除二地给剁成肉馅了 连利剑主都夸我的刀法好了 老谢面带红韵地说道 第2175章大战之后的放松 胖姨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好了好了 知道你厉害了总行了吧 你说说这些话自打回来之后 你都已经说了几遍了 听都听反了 嘿嘿 说几遍都不够 那可是你老公我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了 哼 怎么不得意死你 虽然这么说着 但胖姨还是十分体贴地为老谢 又打开了一瓶酒 正在这时饭店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然后便听一个淡然含笑的声音传来 炒两个拿手的小菜 记得多放辣椒少放葱花 这个熟悉的声音令胖姨和谢淑全都为之一阵 旋即便齐齐转过身来看向门口 薛安含笑看着他们 谢淑胖姨 怎么 不欢迎吗 两个人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 小小安老谢杰杰巴巴地说道 话府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了 果然 一旁的胖姨狠狠掐了他一下 然后便有些迟疑地说道 薛 薛先生 您怎么过来了 语气客气而拘谨 原因无他 实在是现如今的薛安威望太盛 正道半步先尊 重创入侵的邪物 就苍生于水火之中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也让薛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了不可亵渎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威望 胖姨自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放松 可在听到这番话后 薛安却是唯唯一愣 旋即便摇头苦笑道 胖姨 你这是在这杀我吗 还叫我薛先生 是不是想要让我转身就走呢 说着 薛安有些失望的就要转身离开 见此情景 老谢有些发急 立即上前一步 小安 你别听你胖姨他胡说 他也就这点妇人之见了 说着 老谢恶狠狠地瞪了胖姨一眼 听到了吗 小安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不管他成为了什么样的大人物 依然是以前那的小安 面对老谢的训事 胖姨没有像以往那样发飙 而是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这样的一幕也令薛安雅然失笑 好了好了 谢熟 你就不要展示你的家主风范了 赶紧炒几个菜吧 我都饿坏了 好了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去坐 老谢兴冲冲地便往后厨冲去 胖姨这时候也开心起来 小安啊 你和颜然先在这坐着 我去给你们拿酒去 你谢熟之前藏了几瓶好酒 都被我扣下了 说着便也喜笑颜开地离开了 很快 后厨的炉灶便呼呼地响了起来 伴随着锅铲的碰撞 瞬间便令这小饭店之中 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安言在这时也感到了一种彻底放松 就仿佛时间瞬间回到了当初一样 那时候他也会偶尔跟随着 发了工资的薛安来这里打打牙记 所谓的牙记 其实就是几道在寻常不过的小菜而已 这对于当时出身京城豪门的安言而言 实在有失粗鄙 但他却吃得很开心 一晃眼 等再次回到这里 身份地位以及心态都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但那种等待上菜的喜悦却是丝毫没变 很快 几叠小菜便端了上来 而后老谢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自豪地说道 尝尝味道怎么样 薛安也不客气 拿起筷子便夹起一块尝了尝 没有龙肝凤随 只是极其寻常的几样食材 但到了老谢手中 却迸发出了不一样的香气 他也没说话 只是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老谢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璀璨的笑容 这时胖姨也抱着酒来了 老谢坐在一旁 薛安打开酒瓶 心字给老谢斟满了一杯酒 谢熟 来 我先敬你一个 说着 薛安将杯终究一饮而尽 老谢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眼眶更是微微发红 虽然说他刚刚表现得一如往常 但薛安的身份现在就在那摆着呢 他也不敢有丝毫的造势 却没想到薛安居然主动敬了自己一杯 这自然令他满心激动 然后便也一仰波将杯终究饮尽 一杯酒下肚 气氛瞬间变得更加热烈起来 直到这时 胖姨和老谢才确信 薛安没变 还是以前那得温文尔雅的少年 当酒过三巡之后 老谢有些奇怪地问道 小安 你怎么没去宴会上 反而跑到这里来了呢 薛安笑了笑 因为我有个毛病 越是大型宴会我就越是吃不饱 况且这次回来了这么久 还一直没有尝过谢熟你的菜呢 这次自然要先来解解馋 老谢就觉得自己的脸上 都放了光 端起杯来说道 既然这样 那咱也俩再干一个 好 不一会的功夫 一瓶酒便已下肚 老谢的脸上已经献出了三分醉意 虽然说他当初经过了一次改造 半边身躯都已经是机械结构 但酒量却依然没有什么渐长 而借着酒镜 老谢说话也变得无所顾忌起来 小安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谢属你说 现在这场战斗打完了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缺安放下酒杯 含笑看着老谢 谢属你的意思是 老谢全然不管一个净冲自己实眼色的胖姨 认真说道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 天知道那帮狗日的环会不会杀回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屈安也笑了 说得好 我们再喝一杯 又是一杯酒下肚 这时候老谢的舌头都已经有些大了 妈的 那帮狗日的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居然来找咱们的麻烦 要是再赶来 老谢我肯定还是第一个冲上去 胖姨终于忍不住了 心咳一声 然后压低声音道 老谢 你的嘴能不能有点把门的 言二也在这呢 别的话老谢都不在意 可这句话一出 老谢立即明白过来 赶紧闭上了嘴巴 不敢吭声了 屈安微微一笑 然后便说道 谢熟 嗯 麻烦你再去后厨炒几道菜吧 有蹭饭的来了 话音刚落 便听外面传来了一阵笑声 屈安 你这可不够朋友 把我们晾在那 自己居然偷偷跑到这开小灶来了 第2176章创建宗门 随着话音 但见夜寒上 楚无相 还有天哲那三人走进了饭店之中 当见到他们之后 薛安也不禁唯唯一笑 说得好像你们没有闻着胃过来一样 夜寒上一屁股坐到了薛安的旁边 少废话 先给我弄点吃的 我都快饿死了 怎么 宴会上没让你吃饱吗 快别提宴会了 整场宴会我们及格光陪着狐叶那丝喝酒了 哪有时间吃饭啊 那狐叶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 安言问道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喝醉了拜 说到这 夜寒商叹息一声 嫂子你是没见 狐叶现在就跟个娘们似的 喝点酒就抱着那颗猪子抹眼泪 凡都凡死了 楚无相和天遮那这二人也是纷纷点头 表示身有同感 唉 他这也是为情所困啊 毕竟熬意算是为他死的 安言满是同情的叹息一声 然后问道 那你们没劝他吗 当然劝了啊 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甚至都想揍他一顿了 你说姑能解决问题吗 真是跟个娘们似的 夜寒商一脸的恨铁布成钢 可正在这时 就听店外有人悠悠道 夜寒商 你说谁是娘们呢 随着话音 但见狐叶迈步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跟着的便是阿柔 狐叶以及范孟雪唐轩儿等人 他们的到来 令饭店里历时变得热闹起来 胖姨欢喜得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赶紧招呼众人坐下 嫂子 狐叶先冲着安言打了个招呼 安言看着面色苍白的狐叶 想说什么 最终却只是点了点头 我去那边了 你们哥几个聊 说爸便起身离开了 他起身走后 狐叶自顾自地坐到了薛安的对面 扑面而来便是一股浓烈的酒气 而他的一双眸子更是已经布满了血丝 整个人显得疲惫至极 即便如此 他依然死死盯着一旁的叶寒上 姓叶的 你刚刚说谁是娘们呢 叶寒上呲牙已乐 当然是说你啊 难道不对吗 狐叶勃然大怒 尽力压低声音怒吼道 姓叶的 有没有胆量跟我去外面打一场 叶寒上唯唯一扬眉 乐意奉陪 说着二人便要起身 一旁的储物像跟天遮那件状刚要阻拦 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猛的一拍桌子 砰 一声巨响令饭店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全都一脸错愕地看向薛安 叶寒上和胡叶更是愣住了 而后便见薛安缓缓端起桌上的酒杯 淡淡道 那么想打麻 那好啊 我给你们两个做见证 打一场生死决斗如何 这番话令两人全都低下头不吭声了 薛安首年酒杯 冷笑着看着他们两个 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也就是在这时 老邪端着炒好的饭菜从后厨走了出来 来咯 热气腾腾的小菜 赶紧趁热 这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也发觉出气氛有些不对劲 胖姨更是一个劲得给他实眼色 这不禁令他愣在了原地 薛安却招了招手 谢熟 赶紧放下菜过来喝酒 呃 好 老谢赶紧将菜放到了桌上 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夜寒上几人 薛安也没说话 而是亲自端起酒来为每一个人 争满面前的杯子 喝 说吧 薛安率先一饮而尽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然后便也紧随其后的将杯中酒饮下 等酒杯刚刚放到桌上 薛安忽然说道 胡叶 胡叶浑身一颤 在 你觉得二公主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 她会开心吗 胡叶不说话了 只是眼角引现泪光 我知道你难以面对二公主的离去 觉得自己亏欠了她 可你这样难道就对得起她了吗 动辄便要跟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打一场 你既然这么厉害 当初为什么不将入侵的邪恶击退呢 胡叶的脸已经扫得通红 头都快要埋到桌子底下去了 薛安剑撞不禁放缓了语气 心探道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让她过去 尤其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难道你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这番话令胡叶漠然片刻 然后便用力点点头 我明白了 薛安洒然一笑 旋即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叶寒上 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没有说你吗 叶寒上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我怎么了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认为自己的兄弟不该如此沉沦 可你难道就不能委婉一点吗 还口口声声说胡叶像个娘们 这种众所周知的事情 还用你来说吗 此言一出 众人哄堂大笑 胡叶脸上的苍白更是迅速退去 喂 老薛 合着这么半天就是我被训斥了拜 这不是训斥 我这是在帮你 不然就以你那钻牛角尖的性格 要不刺激刺激你 你还不定沉沦到什么时候呢 薛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举杯在手 来 喝酒 这场酒要比宴会场上喝得痛快多了 也不知道是酒量渐长还是其他什么缘故 胡叶在酒过三巡之后依然保持着清醒 薛安更不用说 一双毛子简直是越喝越亮 而就在气氛达到最高潮的时候 诸葛藏风尘仆仆的推门走了进来 哎 老道 你怎么现在才来 赶紧坐这喝几杯 叶寒上赶紧招呼 诸葛藏微笑摇头 先等一下 说吧 他目光炯炯的看向薛安 你刚刚给我的传信都是真的吗 薛安放下酒杯 点了点头 当然 这种事还能开玩笑吗 诸葛藏文言深吸一口气 面线激动之色 好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举双手赞成 可他们二人的对话却令叶寒商等人如舵无礼物中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什么就举双手赞成了 胡叶奇道 诸葛藏满脸红光 竟只走到桌旁 都没坐下便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而后他才长出一口气道 薛安刚刚给我传了一个消息 让我召集众人 商议创建宗门之事 这番话一出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第2177章红莲仙宗 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 老薛 诸葛老道说的都是真的吗 胡叶精问道 薛安笑着点点头 此战虽然已经结束 但考验才刚刚开始 要想保卫家园甚至进发诸天之外 我等便要做出点实际行动来 所以我决定趁现在整个诸天的强者都齐聚于此之时 召集大家共同创建一个宗门 宗门的名字就叫 红莲仙宗 红莲仙宗 众人轻声凝囊着 呼的 就见夜寒上一拍桌子 满脸兴奋地说道 好 好一个进发诸天之外 这等豪情果然不愧是老薛 我夜寒上代表鬼界第一个加入 吃了圆虽然已经败落了 但也愿意笑全马之劳 天遮纳景接着说道 龙相门也不例外 再加上我青秋湖国 胡夜喊了一声 众人全都看向他 夜寒上笑道 我们这可是人族宗门 人族宗门又怎么了 难道我们青秋湖国就不能加入吗 既然都一起并肩作战过 那在这件事上总得一视同仁吧 老薛 我说得对吗 缺安笑着点点头 没错 此次我创建红莲先宗 不分种族 只要一起并肩作战过的 都可以加入 那意思是我也可以 张晓鱼兴奋地问道 当然 而且到时候我还可以让你当个大护法呢 真的吗 张晓鱼都快蹦起来了 当然 专管开门的大护法 你觉得怎样 缺安笑道 众人哄堂大笑 而这个消息也在这场酒宴结束之后 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听说了嘛 缺神尊打算创建红莲先宗了 听说只要是上过战场杀过敌的都可以报名参加呢 有人兴奋不已地说道 早就听说了 可惜我当初实力不济 根本上不了战场啊 有人一脸艳羡地说道 而众多朱天豪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则是起起倒吸一口凉气 却先生这可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这一手便将朱天的所有强者全都拉拢了进来 是啊 可以想见这红莲先宗一出 必将成为朱天第一宗门 甚至有可能会是唯一的宗门啊 那我们这些宗门怎么办 全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有人哀叹 可不管是哀叹也好 叹息也罢 红莲先宗的创立都如时代的滚滚洪流一般 不可违抗 很快 又有一个消息传来 三日之后 于昔日的主战场之上将召开红莲先宗的开山大典 消息一出 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起来 无数少年迫不及待地涌向大典举办的 为的就是能尽早占据一个好的位置 众强者们更是摩拳擦掌 想要届时加入红莲先宗之中 活得一个好的前途 毕竟 现在即便是傻瓜也能看得出来 薛安已经是朱天之中无可辩驳的第一人 而他的夫人更是身具无上之威 挽救朱天于水火之中 再加上薛安的那帮好友 这红莲先宗的前途可谓是无可限量 在这个前提之下 自然是越早加入红莲先宗 未来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大 这种想法乃是人之常情 自然无可厚非 而就在整个世界都因为这件事而沸腾之时 薛安却出现在了战场一处被封闭起来的所在 此刻 在这片封闭的空间之中 金光闪烁 泛英阵阵 一派宏大壮观的佛家景象 但此刻能出现在这空间之中的佛修 却只有寥寥几人而已 越杀越吉弥勒等等佛修高手都已战死 此刻留在这空间之中的 仅剩下官自在金刚首等几名秘宗高手 至于净土宗 除了白眉罗汉侥幸存活下来外 其余的就只剩下定禅寺的几名通字被佛修了 比如现在一脸悲戚之色跪倒在地的 便是之前那位曾经出场过的惠通小和尚 只不过现如今的这名小和尚 已经没有了往昔的天真烂漫 因为一向被他视为掌兄的师兄元通也已战死 这仿佛一个催化剂 令慧通在一夜之间便长大了 上师 教主 众佛修建道薛安之后纷纷失礼 薛安轻叹一生 此战损失最大的便要促建修和佛修了 因为这两大流派在许多地方都有共通之处 比如一旦认准了目标便一往无前的冲进 比如那堪称勇猛无双的对战手法 这些特质都导致佛修损失惨重 都起来吧 众人起身 薛安迈步往里走去 然后便来至了位于空间正中的一道光华之前 在这闪烁不定的金光之中 赫然坐着一名少女 正是于之前便入观静生修为 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观的阴落 此刻 她身上的气息恰好卡在了无形地这个门槛上 也不增长也不衰退 就仿佛在默默等待着什么 薛安默默注视着金光之中的阴落 眼前似乎又浮现出当初第一次见到月杀时候的场景 当时二人因为一些误会而打过一场 结果不打不相识 就此成为了默逆之交 到现在薛安还记得她双掌和时冲自己的微笑的样子 可万万没想到 最终她却陨落得如此之快 正当她陷入沉思之时 一旁的观自在轻声道 上师 从几天之前她就一直卡在无形地这个门槛上不得存尽 但我感觉她好像是有所留恋一样 所以才不肯晋升 薛安轻探一声 是啊 她确实是有所留恋 所以才一直不肯跨过那一步 当初月杀以自身最后的修为助了她一臂之力 这也导致她的气息残留在了阴落的体内 而若是她跨过那一步 那么月杀的气息也将随之彻底消失 所以为了能留住月杀最后的一丝气息 她选择沉沦于入顶之中不肯醒来 这番话令观自在以及会通等人齐齐震动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会通凝望着那道金光 眼中满是复杂的光彩 薛安面现悲悯之色 可一直这么耗着的话 早晚有一天她会心智断绝 就此进入死禅之中再也无法醒来 所以哪怕是为了月杀 我也要将她唤醒过来 即便她会恨我 第2178章将她的气息还给我 当一个人进入禅定之后 除非机缘聚合自己醒来 否则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将其唤醒的 硬要强行唤醒的话 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稍有不慎就会令其神势受损 所以当听到薛安要将阴落唤醒的时候 观自在等人也不禁为之紧张起来 教主打算怎么做 会通轻声问道 观自在轻轻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这时便见薛安上前几步 来至了金光之前 然后伸出手来轻轻附在了金光之上 紧接着一股唤和的神念随之渗透进去 看到这一幕 观自在还有会通等人的眼睛瞬间睁大 天哪 这不是月杀师叔的气息吗 会通一脸蒙逼地说道 观自在却像是明白了什么 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赏诗这么做 真是用心良苦啊 正在这时 但见薛安轻声道 阴落 你还不醒来吗 连声音都跟月杀一般无二 当感受到气息以及听到声音之后 阴落身上的金光陡然暴盛 于瞬间跨过那道门槛 跨入了无形地之境 刹那间天花乱坠 地永惊莲 观自在等人不禁双掌和时 欢喜赞叹 而在观阴落 此时则缓缓睁开双眸 无限惊喜地看向说话的方向 月杀 我就知道你 话音戛然而止 阴落呆呆地看着薛安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薛安面带歉意地冲她微微一点头 你醒了 月杀呢 阴落愣愣地问道 怎么就你在这里 月杀去哪了 薛安没有说话 只是面现悲悯之色 她刚刚明明就在这的 我明白了 她一定是故意躲起来 想给我一个惊喜对不对 我就知道是这样 哈哈哈哈 月杀 你这个混蛋还不出来见我 阴落站起身来 笑呵呵地四处查看 所有人都面现不忍之色 终于还是薛安轻叹一声 阴落 别找了 你刚刚所感受到的气息 都是我假扮的 至于月杀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她还在不在 此言一出 阴落瞬间愣在了原地 然后低下了头 肩膀抽动不已 应有啜起之声 薛安静静地看着 并没有劝阻 因为她知道 阴落早晚会经过这一关 为什么骗我 低着头的阴落 阴落突然小声尼南道 观刺在轻叹一声 上前一步刚想解劝 可就在这时 但见阴落豁然抬起头来 脸上不满了泪水 我问你为什么要骗我醒过来 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一来 她连最后的一丝气息 都将消散吗 随着质问 在阴落的身上 迸发出璀璨金光 直接轰退了 想要上前的观刺在 唯有薛安占于原地 窥然不动 宛若屹立于 金光洪流中的一块礁石一样 为什么要骗我 阴落突然怒吼起来 无量金光随着这一声 怒吼凝聚为一枚佛印 佛印威势之强 令观刺在等人 都为之勃然色变 怎么可能 这是刚刚正道 无形帝该有的实力吗 密宗金刚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阴落这一记 佛印要比他还要厉害许多 而金刚手正道 无形帝已经有数百年之久了 阴落却是刚刚跨过门槛的新人 这怎能不令他为之正恶 唯有观自在轻叹一声 这当然可能 因为这个女孩身上拥有着 月莎师兄全部的修为跟经验 就在这时 但见阴落近乎歇斯底里一样 将他的气息还给我 轰 金光佛印直直轰向了薛安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满脸悲悯地看着他 而金光佛印在轰到薛安面前之后 便如故眼云烟般自动消散开来 而后薛安方才淡淡道 就算我将他的气息还给你了 又能怎样 难道你还能将他复活过来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他的气息 啊啊啊啊啊 此刻的阴落已经近乎疯狂了 狂暴的金光铺天盖地而来 是要将薛安绞杀当场 可下一瞬 这些金光便轰然而散 而后薛安于瞬间来至了 阴落近前 抬手一挥 阴落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捆扶起来 悬浮到了半空之中 放开我 阴落奋力地挣扎着 眼中满是胸利之色 脑后的金轮更是黑光引现 隐隐间居然有跌落魔道的征兆 上师 观自在不经惊呼一声 想要提醒薛安注意阴落身上的变化 薛安却面沉似水地看着 猛地伸出手来扇了阴落一记耳光 啪 这一耳光扇得响亮至极 阴落当时便被扇飞出去 然后愣住了 而后薛安须眉皆扬地看着他 你还想要折腾到几时 月莎为了你 甘愿粉身碎骨 甚至连转生的机会都给断绝 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下去 可你呢 为了一点虚妄的气息 宁愿困于定中不肯醒来 哪怕明知道长此以往将会心智断绝落入死缠 依然执迷不悟 你这样就对得起他了吗 再看看现在的你 心魔入体 马上就要从无形地的菩萨跌落为魔 你觉得这样月莎就会高兴了 就算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可你难道不知道月莎其实早已经跟你融为一体了吗 薛安的这番话犹如一记记惊雷 震得阴落脸上的胸利进去 只剩下了满眼的茫然之色 他 他已经跟我融为一体麻 不然你以为你现在的实力是从哪里来的 薛安冷声道 阴落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就知道他不会离开我的 我就知道 薛安健壮也不禁放缓了语气 心叹一声道 既然知道 那就好好的 不要让他失望 明白了麻 阴落用力地点点头 然后脑后经轮上的黑气迅速消失 然后整个人便如失去了全部力气一样 直接叠坐于地 嚎啕大哭起来 大叔 我知道你可以听到 我以后再也不吵闹了 我一定好好的 可是 我真的好想你啊 生如气血 令人动容 至少会痛的眼角便现出了泪光 薛安意识轻叹一声 这短短的一会功夫 他已经叹息了太多次 然后他便转过身来 心声道 哭完了就出来吧 以后 他没走完的路 你要替他走下去 说吧 薛安转过身来 大步而去 第2179章开山立派上前听风 殷洛看着薛安那远去的背影 慢慢擦干眼泪 然后从地上站起身来 看向观自在等人 诸位师兄 我们走吧 观自在有些错愕 因为他也没想到 殷洛会这么快便恢复过来 不需要再等等了吗 殷洛摇了摇头 不必了 因为他说的没错 月沙没走完的路 我要替他走完 拿摩本师 既如此 那我等佛修便离此小洞天 随着上师共创红莲仙宗 观自在审圣道 善哉善哉 众佛修文言其其合掌昌善 赞叹不已 三日知其转瞬极致 等到了红莲仙宗正式开山立派这一天 会场之上真可谓是人山人海 来自诸天的修士 以及心怀向往的年轻人们 将这里挤了个水泄不通 此刻时间尚早 包括薛安在内 众多强者们都还没有到场 人们便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起来 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加入薛神尊的宗门啊 有华国的年轻修士一脸忐忑不安地说道 放心吧 薛神尊乃是我华国中人 肯定会对我们华族多加照顾的 有人充满自信地说道 再照顾也得自己有实力啊 像我这样的废材就别想了 能一赌这场盛事就算是不错了 有人一脸艳羡地说道 这些基本都是地球的修士在议论 而来自诸天各处的这些修士们同样也很紧张 因为他们不知道薛安会如此安排他们这些人 尤其有许多修士都有各自的宗门 但基本都是些很小的宗门 若是加入红莲仙宗之后遭受排挤 那可就完蛋了 因此他们的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十分的忐忑 时间就在这胶着的气氛之中一点点划过 终于 当日头刚刚升上中天的那一刹那 但见无数华光号浩荡荡而来 于瞬间便出现在了众人的头顶之上 戴战定之后 正是以诸葛藏业寒上胡叶等为首的顶级强者们 他们的出现令全场一阵的骚动 许多人都面线震动之色 天啊 整个诸天所有的先王基本上都到齐了 这等声势称得上是旷古朔京了吧 有人近乎身影般的尼南道 而诸葛藏等人在出现之后 并未散去 而是垂手立于场中 似乎在等待某人的到来 与此同时 自那天既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然后便见一道身影大步而来 北迈出一步 他脚下的虚空便会泛起无数犹如脉络般的光滑 而大帝则也随之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然后拔地而起一座座高大的山丘 这一幕看待了所有人 因为薛安这一路而来 所过之处都凭空生长出了无数大山 而且这些大山还不是光秃秃的土山 当它们成形之后 无数灵气如雨般落下 滋润着整座山体 刹那间 这些山峰之上便生长出了无数灵芝仙草 海量的灵气更是在山间凝聚成河 蜿蜒躺过 不过转眼间 山川变绿 灵气冲天 隐隐间便形成了一方巨大的风水局势 纵意激动的浑身都在战斗 构建风水 师尊这是要打造出一方绝世洞府啊 果然 当薛安迈驳来至战场之上时 本来空旷的战场立即开始轰隆隆地聚变起来 一座座巨大犹如天柱般的山峰拔地而起 其中最为高大的有五座 这五座山峰犹如莲花 又如手掌般拱位着位于正中的一方平台 这一切转瞬即成 而后薛安便轻描淡写地点手一指 隆来 一声令下 自苍穹之上的无边虚空之中涌入了难以计数的海量灵气 这些灵气迅速往一起归拢 最终凝聚在一起 化为一条体长长达数百里的巨龙 这条灵气巨龙盘绕着薛安旋转了一圈 发出了一声震天大吼 然后便俯身冲下 直接撞进了这座平台之中 卡卡卡 伴随着一阵阵细微的声响 这些山峰开始微微晃动起来 而伴随着它们的晃动 位于正中的这座平台之上 一朵朵五色莲开始绽放 这是地气已经浓郁到极点才会出现的景象 紧紧眨眼间 一方爵士洞府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但这还没完 只见薛安手腕一翻 那柄天珠剑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此刻 这柄天珠剑在斩杀了难以计数的邪物之后 通体已经烟红似血 剑身之中更是充斥着难以形容的威势 薛安目光围动 猛的将剑往下刺落 剑于半途之中便开始疯狂增大 等到地面之时已经变得犹如一根顶天立地的巨柱相似 但剑间却没有刺入地下 反而悬浮于地面之上 并缓缓转动起来 薛安脉部走至了天珠剑前 信守在空中写下四个大字 红莲先宗 刺字一成 便直接撞向了剑身 轰轰轰轰轰 伴随着四声巨响 天珠剑的剑身之上便赫然出现了这四个骨体转刺 等到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拍了拍手 然后仔细审视了一番 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正在这时 又有两道光滑闪过 然后丽景行和胡桓便出现在了薛安身旁 胡桓抱着胳膊打亮着这四个字 不禁也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你的字确实写得不错 丽景行确实死死盯着这柄悬浮于空桓缓转动的天珠剑 眼中一彩连连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淡淡道 开始嘛 胡桓点了点头 开始吧 薛安便再次往空中走去 这次他每迈出一步 脚下便会生长出朵朵红莲 并见此增大 当来之最顶峰之时 薛安脚下的莲花已经如莲台一样 将他整个突举起来 薛安缓缓转身 看向脚下的云云众生 然后淡淡道 红莲先宗自今日起开山立派 有异议者现在便可提出 全场安静异常 没有一个人说话 薛安缓是全场 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 看来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么 丽景行 胡桓上前听风 丽景行和胡桓二人上前一步 抱拳拱手 属下在 自今日起 你们二人变为红莲先宗的太上供奉 我不再使你们可执掌生杀大权 可有意义 五 很好 说着 半见薛安猛的一挥手 两枚繁复华丽的转印 便飞入了丽景行和胡桓的手中 二人浑身一颤 就感觉脚下的大地 瞬间跟自己的血肉联系到了一起 紧接着薛安又一次清贺道 诸葛藏 夜寒上 胡叶 天真那 楚向上前听风 第2180章黑白执事赏善罚恶 五人齐齐上前 我等在 我封你们卫大供奉 各掌红莲先宗一封人马 严密不空 提防邪恶入侵 可有意义 谨尊宗主令 正好 接应 屈安随手一挥 五道颜色各异的光华便飞入了诸葛藏等五人的掌中 白眉罗汉 官自在 金刚守 阴落听令 弟子在 几名佛修脑后 金轮放射出千道豪光 走上前来 我封你们为红莲先宗大护法 掌管天下佛修 红法立世 儿等可怨 几人齐齐双掌和时 欢喜赞叹 善哉 我等愿 既如此 接禅障 白眉官自在等人跟其他人不同 得到的乃是象征佛法威严的禅障 刹那间 但见金光漫天 地永金莲 所有人都面线敬意 因为之前佛修业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毕竟 要论伤亡之惨重 除了见修之外便要促佛修了 所以此刻他们受封护法之位 人们没有任何意义 龙族听封 大公主敖青迈不上前 俯首言道 属下在 我封你龙族为红莲先宗镇山神兽 与清秋湖国共长天下妖族 可有意义 此言一出 宝青面献激动之色 立即拜倒在地 多谢先尊 龙族上下自当尽心竭力 不敢有丝毫懈怠 如此甚好 街上 屈安抬手飞出一道光滑 直接映入了敖青的眉心之中 卡卡卡 伴随着巨量天道法则的灌入 敖青的体型开始迅速膨胀 身上的气势更是不停攀升 眨眼间 他便成功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迈入了半步先帝之境 这一幕令许多人看得眼热不已 要知道从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终身困于先王之境不得存境 现如今敖青却在轻描淡写之下便迈出了这关键一步 这就相当于薛安亲手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强之路的门 这怎能不令人为之艳羡 敖青更是激动不已 又一次深深叩首 这才攻身退下 接下来薛安并未立即喊话 反而顿了一顿 然后便含笑看向了战于人群前方的范孟雪和唐轩儿二人 孟雪 轩人上前听风 二女微微一颤 然后便款步走上前来 恋人一礼 他们两个的出现 令许多人眼前一亮 因为他们两个的气质可谓两个极端 虽然都是倾国倾城的角色 但凡孟雪身上的气息偏向阴暗 犹如生长在黑暗之中的红色蔷薇一样 给人一种极度危险 同时又冷艳无双的美感 唐轩儿则恰好相反 他身上的气质甜淡柔和 配合上那温柔的眼眸 就好似一朵空谷幽蓝 令人倍感亲切 天哪 我之前一直认为孟雪女神漂亮 没想到轩人姑娘也是如此美丽啊 我也是一样 不过我之前一直觉得 轩儿女神更胜一筹的 嘿嘿 幸好我两个都喜欢 在人群的巧声议论中 薛安审声道 你们两个为红莲先宗的黑白二指示 只长赏善罚恶之事 行吗 在面对他们两个的时候 薛安连说话的语气都温柔了许多 甚至是近乎商量一样 二人却无任何犹豫 齐齐点头 好 薛安点了点头 随即挥手扔出两道光滑 各自印在了范梦雪和唐轩儿的美心之中 轰 二人身上的气势陡然暴涨 尤其是本来实力烧训范梦雪一筹的唐轩儿 更是于瞬间跨入了先王之境 这是因为唐轩儿的境界其实早已达到 只不过因为与世无争的性子 导致她的积累不够 所以才迟迟未能正道 现在有薛安的帮助 自然水到渠成 很轻松地便迈入了先王之境 而当气势稳固下来后 再看二人身上的气质 更是近未分明 范梦雪周身黑光隐隐 犹如执掌刑罚的主宰 令人不寒而栗 而唐轩儿则气质高洁 宛若救济苦乐的先灵 二女退下之后 薛安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 然后沉声喝道 火凤凰上前听风 刹那间 以陈昊为首的火凤凰 所有成员便骑其来致薛安进前 教官 众人其声高呼 全场更是一阵骚动 因为现如今诸天之中 谁还不知道火凤凰的大名 他们俨然已经成为 诸天之中的一段传奇了 尤其经此今世一战 火凤凰全体成员居然无意折损 虽然说有兵服战甲的协助 但这也是近乎于奇迹一样了 看着这些自己一手调教出的战士 薛安的脸上也不禁浮现出满意之色 我命你等为红莲先宗的护教精英 若有敢冒犯红莲天威者 你等可知如何处理麻 陈昊上前一步 拱手言道 回教官 若有敢冒犯红莲天威者 杀 杀 所有火凤凰成员齐声而呼 好 薛安点点头 眉间猛地闪过一道光滑 然后便见无数邪气凛然的兵族 出现在空中 领头的则是猝食具气势雄浑的僵尸高手 正是之前在玄冥陵地宫之中 收复的历代领主以及邪兵 薛安本打算在大战之时将其作为备用兵员补充力量的 可没想到并未来得及动用 而在见到这些邪兵以及僵尸之后 全场更是一片滴滴的哗然 许多人面现惊骇之色 而薛安则淡淡道 陈浩 教官有何吩咐 现如今这些邪兵已经奉先宗为主 至于这些僵尸更是全心投靠 所以我便将他们赏给你们 作为火凤凰的二线部队 陈浩文言面现激动之色 然后俯首应道 尊命 要知道陈浩此前就一直有些担忧 火凤凰成员虽强 但毕竟人数有限 若是什么事都有火凤凰亲力亲为的话 那就太浪费了 而此刻这些邪兵和僵尸领主的加入 可谓解了陈浩的燃眉之急 秋一夜 叶空明上前听风 二人一愣 旋即便走上前来 却未拱手 因为此刻的他们 依然满身伤痕 尤其叶空明 更是双臂其断 并且伤口之上一直萦绕着一股浓郁的死气 导致其无法痊愈 见到这一幕 许多人的脸上都现出浓浓的敬佩之色 这些邪兵和僵尸领主的敬佩之色